! 金蓮好紅啊 哈嘍啊 哈哈哈 Emma我眼睛下面反光 哈嘍 下午好 嗯 哈嘍哈嘍 晚上啊 刚才刚云电源晚回来 哈哈 好 麻不停蹄的开个波 我觉得我今天的妆画的比前两天 我觉得我今天这个眉毛比前两天 画的好看一些 还没有吃呢 谢谢 谢谢大帝的画画 嗯 不过听说今天店员这个票很贵 哎呦 我眼睛下面为什么两坨白啊 等等 奇怪吗 这个打光板 我拿一个东西 哎 大脸 哈嘍晚上好 它是 它是云的 就是 嗯 对就是像视频聊天一样 眼睛下面两坨 哈嘍晚上好 但是就是 握一个会很 很短 应该不反光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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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光人 很悠 很悠哉的下班了 嗯 明天要去做个核酸 本来是今天做核酸 但是我今天不在中心 本来我们今天免费做核酸来日 没事不辛苦 哈哈今天班很轻松 你们吃饭了吗 哈嘍哈嘍 什么做好多人呢 和酸呢 对因为因为上海他现在就是那一种 就是可能每个区或者每个店 然后就是得例行都要都要做 然后可能两三两天就要做一次 我今天嗓子发炎了 我现在的话都说不出来超痛 叮叮叮叮 谢谢奶茶 对要多喝水 当然我默默的打开了一瓶雪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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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灾地瓶身 休息不休息了吧 得工作 还能休息 不行 人要工作 还没有罗汉谷 就是 嗯 我要去找一下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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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 哎呀我怎么都感觉眼睛上面有东西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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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好一些了 哈喽的思念也绵不绝 对我今天的这个眼妆 对我今天的这个眼妆 画得很精致 因为我今天这个 我才发 我才发现就是女孩化妆 刷子也很重要 我以前都是就是涂眼影都是用一个刷子 我喝了好多的水 你们在干啥里 我在家里吗 是都被隔离了吗 啥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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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躺平了 已经躺平的人儿 那这完了 一个疫情过去 我觉得人都 每个人都要 都要变猪了 岂不是要 要那个什么 胖式 什么生意不好 你是做啥的 做啥生意 这天的相遇 字幕支柑 谢谢棒支 谢谢单角翻灵光棒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 我看插队他们是不是又在 又在干嘛 看他们在唱歌好happy的样子 他们是在团建 对啊我就看他们好欢乐呀 刚一下去一堆一堆 突然觉得我们就很冷清 我们我们这个 那得看人呢 我们对的大家人好像都不在一块 我刚才只 哎呀 不多吧 应该不多 墙衣的 应该不知道要不要隔离 但是反正应该要核酸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我没有被隔离 我感觉上海还好 也没有隔离 只是大家都不出去 我们这里也没有封掉 也没有不让出门 只不过你想出去干嘛 必须得把核酸做好 对啊不需要隔离 为什么老 好多人问要隔离什么的 嗨 连麦视频 这整的人羞涩 我那一天真的是太上头了 我就是那种一般给别人过生日 我自己也会很那个什么 很想哭 还有哪比上海危险 有油门 还能有哪比上海危险 我觉得从这个 来上海都没事 只是你这个上海去外面 你得可能得被监控一下吧 我现在觉得上海 都比上海安全 上海是最危险 照这个发展 照这个发展下去 怎么会突然哭了呢 我也想问老天爷 瑞姐怎么就突然哭了 我也不知道 我要是能控制住我自己 我也就 有一种东西叫感同身受了 主要是我这个人比较感性 没有啦 主要是当时 看诗兰的那个样子 就是我也挺难受的 一般看到别人哭 你们难道也不想哭吗 我是那种身边谁要哭了 然后我就会比较心疼 主要是也想到 就是能体会到那种心情 我也搞不懂我自己 我经常就很突然的 意味趣啊 或者怎么的 我就想流泪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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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快奖 还好啦 只说还行啊 人挺多的 只是我们对的少了一些人 但还是 大师妹还是有人的 但也没有那么的无聊 别夸我 人太好 感觉像在 感觉这个 虽然我人还不错 但是这个 跨多了 我就感觉拿了有点怪怪的 你们也好呀 你们也是好人 你们人真好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这一句夸奖就不对位了 我今天怎么那么的红啊 粉粉红红 对呀 他们 不确定是不是明天 我昨天还跟跟叉叉聊天 嗯 暂定吧 不知道是不是明天 但是他们好像还得店员 不一定 回来了也不一定会走的 一起玩个游戏吧 这个 这个也很难说 他们在哪边有玩游戏吗 他们这个 四个人可以打麻将 四个人可以直播打麻将 谢谢 谢谢 你是谁呀的奶茶 确实 但是我之前在三亚那边就是天天看海 其实发现海看多了 这个也挺无聊的了 感觉什么东西就是你老重复就挺无聊了 不过他们应该拍了很多美丽的照片 你们看这个 还贴着刘洁的 logo 因为这是刘洁因为我这这是他以前的房间 然后呢 然后这个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住的时候就把自己的logo贴这儿了 我本来之前想撕了 但是越撕越丑 算了 这样也可以吧 感觉刘洁与我们同在 实则是我跟言庆 但是仔细想是我们三个人一起 可以出去的呀 可以 我们没有被封 excuse me 没有被封上海可以出去 没有被隔离 我们这里没有被隔离 真的吗 不行 他已经撕扯了 已经就是怎么说呢 他不是胶 他是纸 他就是那种很薄的那种纸 算 贴着吧 只是有时候录个视频什么的他会痛狂 做点什么呢 水逼喝多了就想打嗝 嗯对啊所以我也没有死 放点音乐就说怎么有一丝的冷清 哎等张希电源完回来 伴我左翼 听听杰克的歌 谢谢一直都很爱四一版的巧克力 很爱四一版 小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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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 谢谢小邓同志的巧克力 这个小邓同学很热情嘛 没有吃我那个下午吃了小馄饨 今天就吃了一顿 我一般都是一顿 谢谢世界和平的玫瑰花 祝你的愿望早日实现 还行 目前来说没有那么的饿 但是晚上就不知道了 一会就不知道 现在还是不太饿 各位 我就是大佬 这里除了我还有谁比我厉害 我会关照的 你们这个都不及我 哪是呢肯定是我呀 我肯定是大佬呀 你们谁比得过我大佬 我这自给自足 干啥啥不行 不是干啥啥都行 对吧 同好同好 各位小弟还需修炼 你们这个 得多跟跟这个大佬的脚步呀 不能老原地踏步 对吧 张老还没有吃呢 张老不饿 张老现在在工作 张老现在在见小弟 张老现在在这里会见各位小弟们 会见各位老板 看有什么项目可以投资一下 大佬的发财录 张老现在就是在找其他跟我这个同等级的老板 发财的录那当然就是大佬找大佬了 对吧 那当然要找相似的人了 大佬都没吃小弟还有饭吃 饭还吃得好啊 别饿着了 多吃一点 哈喽 晚上好 晚上好 我现在又穿了我这个漏肩的毛衣 突然觉得自己闻近了很多 可能岁月会偷走等待 晚了很久 又学会走开 我的你同喜欢着现在 对对对对 我们曾经被别人去爱 我们都有类似的遗憾 所以一起 漂流在天白 会不会是因为要清明节了呀 清明时节雨纷纷 一般清明节前几天都会很冷 你们没有人见过我穿这个毛衣吗 这是我这个毛衣的精髓 对啊 这是我的旧毛衣 我为数不多的就是漏肩款 唇玉风 为数不多的唇玉漏肩毛衣 你们有去看过演唱会吗 我反正之前去看那个 看过一次张杰老师的演唱会 感动得我真的流泪了 就每个人拿着那个荧光棒 在那摇摆的时候 那个感觉 瞬间就被治愈 前几年 我是问你们有没有看过 对吧 你这个人生就是 虽然我不知道你多少年了 但是你的人生应该是有看过的 就好奇有没有看过 进去了 好家伙 你可真会看 那你以后还是少看一点 张晓杰老师 那估计还得再过几年吧 现在这个疫情没办法 张老现在有点无能为力 张老现在这个起步阶段 希望未来的某一天可以 可以有 哈喽哈喽 晚上好 不过感觉我应该 除了直播可以跟你们见面 感觉很长一般谁都见不到 这么经典的歌曲没有听过 年纪很小吧 张杰的这就是爱都没有听过 你00后吧 真假的 这个歌没有听过 这就是爱没有听过 你们年纪都这么小的 都是小朋友吗 不应该吧 我也98呀 我以为这个歌已经很那个什么了 真来假的 你刚14岁 当然了 来吧 来吧 相约98 怎么可能没有 我跟你说 我的歌很老 我听歌老 不是因为自己 是因为我爸爸喜欢听歌 所以我的 就是一些经典歌曲的那个什么 来源都是从我爸那里 因为我爸经常就在家里唱歌 哈喽晚上好 在瞎聊 我爸每次去KTV必唱那一个 是个男人七个傻 八个待九个坏 还有一个人 爱姐妹们跳出来 就算听艳蜜语 把他 傻过来 当然听过 坑墙玫瑰 只会这样一句 坑墙玫瑰 什么东西来着 那对呀 实际上那些都是爸爸那个年代的 我爸以前听那个小虎队 还有五百老师 对曹蒙也有 这个曹蒙不好发音呀 这个曹蒙可千万不能分开 哎呀 怎么还到太前了呢 怎么还对不起了 主要是我发现以前的那些老师他们的歌都很经典 就很有自己个人的风格 现在一般也是就是什么歌火 就是火的歌手都是有自己特点的 还有蜜雪冰城甜蜜蜜 这个歌不之前也很苦 苏珊珊老师 确实啊 我们珊珊老师也很有自己的特点 我们对很多人唱歌都很有自己的风格的 都很有记忆的这个风格特点 深得大家的喜爱 这啥的我也能唱 主要是以前还有那种电视上就好多那一种QQI当当当 QQI你们知道 对还有那个路边的野花你不要踩 你身上有它的小水位 嗯 以前那个那个可火了呢 对订购彩琳 祝你的鼻子有两个空 感冒似的你还留着鼻涕牛牛 这个也很快 QQ机架的老 QQ机架是什么东西 客观不可以 你逃得越来越近 这个歌是不是不正常 我以前以为这是一个 就是我有听我身边的人说这个歌不太好 男人就是累 有没有女人就是累啊 不过这个还是 这个世界还是挺包容 你看都是男人哭吧哭吧 不是累 都不让女 就是对女孩就不会 就没有女人女人哭吧哭吧 歌是个传说 好像听过 忘记掉掉了 你放了他十年了 阿秋也是一个很火的网络歌手 我看看他的歌我应该是有印象的 不是他这个人我是有印象的 她的歌我看一看她的歌 很奇怪 看名字我不知道耶 但这个这个人我是知道的 我以前都是天王苏龙了 还有许孙 还有许孙 素颜 我妈妈都是 如果再看你眼是否还 听一下素颜吧 妈呀 以前上课唱下课唱 就没有停留的时间 那段时间班里大家就当地抄歌词 哦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抄歌词 谢谢小邓的巧克力 就是在 在 哦 小一点的时候是SHE 然后再大一点了呢 就是就是这些老师的 许松啊 汪素龙啊 这些老师 小邓最近太穷 理解理解疫情了 你们穷穷穷能理解了 穷没有关系 穷不是一时的 对吧 还是有富起来的机会 大佬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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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们赚钱不易 知道吧 所以 我以前是超 SHE的歌 还有那个蔡依林 我想要抄蔡依林的歌词啊 就被我爸爸 我给老粉讲过 新的应该不知道 我就 然后被我爸爸发现 我爸以为我在写情书 以为我早恋了 有一首歌 好像叫什么 呃 不想长大 然后里面是有王 有王子 然后有什么玫瑰花 什么的 然后我爸当时看到 就痛斥我 说一天 这个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 生活费拿了几千 你好意思说出来 你搁这儿个影谁呢 在这儿给我送巧克力 然后你说 你拿了七千 给你姐买手表 你搁这儿 搁影谁呢 但是当然了 那是你的姐姐 我跟你还 没有到这一步 能理解 不不不 我不 我不早恋 我晚熟 我晚熟 下一次 你闭嘴吧 人生哪有那么多的下一次 因为我喜欢写字 我小时候抓丘 我就抓的是一个笔 然后呢 读书倒也还好 就是喜欢写 喜欢那个买漂亮的那种本子 你知道吗 然后就在上面 把歌词抄得很工整 当宝贝一样 我背法过呀 都是抄一百遍 我的名字 张瑞杰这三个 再抄一百遍 抄不完不准回家 好家伙 走好 拉笔小心 八十多的手帐 太贵了吧 我都没有买过 八十多块钱的手帐 本 而且我以前爱买那种 很漂亮的笔 就是 蒸草 然后经常那个笔就是 放到漏油 就是因为太长时间不写 然后一拿起来 那个笔就开始流油的 我那个时候 我张丁 这是我进团了 才起的 我那个时候 谁知道自己 那个时候 不知道有算命 这一说 不知道我看八字的这一说 你等我发奖 好家伙突然开始 开始在这 给我在这 许诺了 开始立 flag 好的 我等着你发奖金的那一天 祝你早日发奖金 好吧 祝你工作顺利 天天打游戏的话 游戏多玩 工作应该就顺利 我小时候还买那个橡皮泥 喜欢捏那个橡皮泥 但就是味儿太冲了 一捏就是一手的那种油切味 我小时候可贪玩的 怎么的张瑞杰听起来很怂吗 张瑞杰听起来很差的样子是吧 麻烦疫情期间还能发奖金的公司 这是什么样的公司 估计够呛 应该没有那么多厉害的公司吧 你才初中 骗人 我不相信你是初中生 你打王者荣耀打 你是电竞选手吗 好家伙 我都不知道你们是真小还是假小 我很吸小孩的 我跟你们说 你体力生 天哪 我以为你是一个工作党 原来是 是初中生啊 初中 现在初中 现在口袋四八 在这个 现在初中生都是看 看口袋直播的呀 我们这位口袋现在不错呀 这个 这个年龄段 现在慢慢的 别再赃人啊 谁吃小孩 我只是说我吸小孩 我小孩圆 就是我跟小孩 很能聊得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也是我长得先笑的原因 每天给你们留作业 看半个小时 妈呀 这是 好老师啊 老师好 老师妙 那你一定要努力的学习 回报 这老师很不错 防沉迷 我们还 好搞笑 那是啊 因为我们是正经小偶像 当然不会 让大家看到沉迷吧 但是 但是口袋有实名认证啊 但是我看口袋有那一种 就是不能就是未成年不能 就是 就是不能 多消费什么的 因为我那天拿小号 小小号 我另外一个手机的时候 不是给吃完送礼物吗 然后我就发现 怎么还有实名认证 我还 他那个上面有实名认证 才可以买鸡腿 然后呢 我就还 还怼了我的脸 我现在也不知道 公司后台能不能看到 好像他帮我注销一下 我现在 瑟瑟发的 但是还好 就反正 你们这个口袋是密认证的吗 你们也是要怼脸拍吗 就很猝不及防的 就对着我的脸 咔嚼 但是我觉得口袋 还可以 你知道 北京的那个健康宝 我当时去机场 就坐飞机 我不知道那个健康宝 要 是扫脸的 然后那天就没有化妆 就没有化妆 然后呢 戴了口罩 人拿一天去难看 我刚打开 啪 照了一张 结果每一次 现在去北京哪里 就是我扫绿码 都得 放出我那一张 大脸 我每次就很快 一看片 扫过 我真的 真的是太丑了 无言以对 主要是很呆滞 暗淡无光的人 真的是 我都想抽空回去 重新拍拍 那些什么身份的照片 我觉得现在都 我送到这个好搞笑 但是这是一个秘密 其实延庆的身份证 就是还挺漂亮的 但是不知道 但是这两次 跟他去坐那个飞机 他每一次都是要 就是脸识别不了 但是都是要去人工 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之前也有过 就是没有化妆 然后呢 我就去识别 识别不了 人就很尴尬 很尴尬 重点是 有的时候对了好几次 我就也对不上 留了个村子 好家伙 其实北京的健康宝 还好 最离谱的是上海的 我跟你说 就是 我都不知道 我就是早期 我来上海的时候 我之前在另外一个 就是地方训练 然后我们那里 住的是公寓 住的公寓 然后突然有一天 就是有人就敲门 说是上海在 那个人口普查 就 就是要给人 拍照 你懂吗 就是当时就很 很 就是人很多 咚咚咚 就非要把人 拉出来拍照 然后人就是 从床上刚醒 就戴了个眼镜 我那个时候还近视 都没有那个 那个什么 没有做手术 眼镜 就戴了个 巨丑的那个眼镜框 就被拉 拉起来拍照 然后呢 我以为只是人口普查 结果呢 在上海待了好几年 然后疫情了嘛 我当初到疫情都 应该有好几年了 两三年了 然后打开上海健康宝 一看这个照片 哇 这是谁 就是我几年前的 那个脸 你知道吗 然后出现了 现在的这个 这个上面 哎 人仿佛像一个 带了眼镜的萝卜 因为我以前又很胖 真的不要 不要想看 就像一个 哎 反正跟我完全 就像两个人 仿佛是我整容前 仿佛像我整容了一样 主要是真的很离谱 就是我没有想到 人口普查的照片 会用在这个健康宝上面 而且我一个西安人 在上海的地方 被上海人口普查了 然后还传了照片 在上海的这个健康宝上 神秘代码 完了 大佬也给你 我搜一下我的 我的 太久不宣传了 七七 我都不敢确定了 我看一眼 瑞杰太久 没有 没有这个 做这种事了 宣传了 我看看这个 七七六九二五九七 对 七七六九二五九七 很好 跌倒一个 赶快吧 瑞杰需要你们 进群看一看 瑞杰这边的粉丝 都是很 那个 很文静 很内敛 都是乖孩子 你可以进去交友了 对 欢迎各位加入 大家交交朋友 约着打打王者荣耀什么的 希望明年有机会可以参战 直播间公告吧 下一次吧 哎呀 我以前就是会把那个裙号放在门 那个门上 但是后来感觉放在那里 就是很 感觉放不放好像 不是 问题不是很大 然后我又觉得不好看 就是一串的数字 所以我后来我就不不弄 只要是时间久了 刚刚进团的时候就还会每天宣传一下这个 现在这个人游了疲乏了 房间上 好吧 我一会去拔 一会去弄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应该都自从清朗了之后 感觉都不太方便进群了 反正大家都是自己在那个玩儿 是那一个小天鹅吗 是那个穿白裙子的小天鹅 看到有人说拿稿好看 虽然我自己觉得我那个拍的一般 对呀 因为疫情 没关系 总有一天会到的 以后会有更漂亮的 深渊巨孔 疫情大家应该都很焦虑吧 我发现了人不能长时间的待在房间里会焦虑 我是拿一种必须要一直干事干事 如果我停下来的话人就会胡思乱想 深渊巨口 我这点文化水平还是有的吧 深渊巨孔 深渊巨孔 就是在在练人乐更慢了 我玩王者不玩 那个英雄联盟 因为我没有电脑 没有电脑 我之前有同学教过我 控制不来 这个操作太难了 然后我控制不来 多拍练习室 那我更愿意多拍抖音 练习室这个舞蹈需要练 而且你知道 我就是那一种 练舞这方面我有的时候就很 很new 就有时候觉得必须要练得很好 然后我才会录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老觉得自己跳得不好 就所以我就很难 就是 就是去铲除一个这种舞蹈呀 什么的 所以每次都很短 把性格练快一点 多跟快的人待在一起 你去找一个性格快的人待待你 不会有女孩 还好吧 小女孩可能不喜欢 像我这种女孩子是喜欢用的 我不是一般的女孩 我发这些发的很少吗 我抖音币转这些 这东西也不能老发吧 发多了 这偶尔少发了 又要被你们说了 其实各种营业我最喜欢的还是直播 因为我喜欢聊天 是有个英雄叫深渊巨口吗 怎么会这么难听的名字啊 是有个英雄叫深渊巨口 性格互补补 看你要干嘛 如果是朋友的话肯定是相似了 但如果你想更进一步的话 我觉得还是互补 因为互补的人就是生活上 会更 哎呀这个有点难说了 相似的人适合在一起生活 但是也很容易有摩擦 因为两个人很像 对吧 脾气也很像 谁都不让谁 但是那个性格互补的人就是刚刚好 我觉得吧 而且会有意思 我觉得就是你比如说一个很文静的人 然后呢他找了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也很文静 俩在一起天天都不说话 每天就大眼瞪小眼 都不主动 好家伙 这不就凉了 所以一定要找一个 你文静的就要找一个活泼的 对吧 这个活泼的呢 他就可以带带你 然后呢 而且一般 本身性格活泼的人 他其实都喜欢文静的 文静的有的时候 也希望找一个活泼的会有意思一点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反正我个人的 我没有经验 我个人想象的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个人觉得就是朋友吧 相似互补都行吧 就是不同的感觉 其实你不管啥 你跟一个任何一个人在一起久了都会有摩擦 但是有一些人 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特别能忍 有一个人他就很躁 对吧 那刚好啊 那个人反正他可以忍受他的躁 那就不会有摩擦 而且我觉得人是要适当的吵架的 虽然我理想中的朋友就是 我跟我朋友其实从来没有吵过架 因为我这个人 一吵架就完全不会再联系 就完全就 拜拜 所以我一般不轻易吵架 我 哎呀我很难说 我是十二文静十二活泼 你们觉得我是傻 我也不知道 那你要看是什么吵呢 有些有些吵架 越吵感情越越冷淡 哈喽晚上好 但我这个人不喜欢吵架 因为我不擅长于表达一些内心的那种感情 我自己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活泼和文静的一面 但是我的话 我更喜欢的状态呢 肯定是活泼一点 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还蛮爱玩的人 就是很喜欢新鲜树 哎 又在那提他俩干啥 清语文 我跟 有点鼓住的 就是人有的 有的时候这个 他是一个很容易 我觉得很容易 很容易抱的人 就是他比较 直接吧 说话有时候会比较直接 然后 嗯 叉叉他也是啊 但我跟他们都是玩的 开玩笑的 那他们 如果对我说话很冲 我肯定也不能说啊 主要是他们有时候讲的东西我觉得没有道理 我觉得我需要点醒他们 但他们可能就觉得我没有道理吧 什么呀 听别人说就踢我什么东西 我踢你哪了 你是 我踢哪位 他才不是逗 他不是逗我 他逗我就不是辣的样子 但他也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 摩羯座的女孩 我还是 我还是了解的 他虽然有时候嘴上说不在乎 其实内心还是很在乎 我跟你说我以前也是这种性格 但是我现在我跟你说不行 我不喜欢这样子 但是他很好 我就说 因为人嘛 现在人都很被动 对吧 你肯定是需要一个 能直接的告诉我yes 或者no的人 对吧 这样子更好一点 那跟他们反正也挺开心的吧 就一些生活上的 还蛮合得来的 就是玩呀什么的 相处很舒服 我是觉得现在的人都被动 都想等待别人去做些什么 但其实 因为怕受伤害嘛 现在的人 但其实有时候 你主动的你会发现 哦 这个也不会怎样 也挺好的 而且反而说不定会得到更多呢 收获更多的 确实直接的人不需要猜 但没办法 因为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就是 这个其实有个跟家庭嘛 有些人他成长环境 他就是那一种 不擅长表达 然后感情很细腻的人 他没办法很直接的告诉你 我喜欢什么 我不喜欢什么 我也是这样子的人 但是呢 我现在有在改变 因为确实那样太累了 你就老让别人猜 对吧 谁知道你 猜什么呀 你到底是怎么了呀 对吧 猜起来 猜久了就太累了 会很容易有很多的误 财布 金牛座财布直接 金牛座闷死了 我觉得我是因为上升 才没有那么多金牛 大部分的金牛 你们没 不觉得都是那种很闷吗 然后很 很沉闷 然后又去 说话啊 就是也有时候也不 也不 就心口也不一致的 对啊 猜不到很丧心啊 但这个不是金牛 是女孩都会这样子的 就有些东西我不说 你就应该懂啊 对吧 我说出来了 对一般女孩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射射牛 不是所有人一来就可以很 很那个什么的 大部分人都是很 很受恐的 上升就是代表你更像那个星座 就是你的性格更像那 那一个星座一点 就是在外人眼里 怀景乐 虽然我们都是金牛 但是我觉得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三个都不像 就是我们三个人 我觉得完全是三种性格 因为我觉得乐乐属于蛮活泼的 我觉得她蛮阳光的 就蛮 蛮开朗 就是在我看来吧 我觉得她是就是蛮开朗的 怀景的话 我觉得怀景也是 是一个很需要爱的人 我觉得她挺缺乏安全感的 然后我觉得她也是一个 蛮坚强的人 然后我觉得的话 我就是那种比较理想主义 对就是虽然有时候也有很多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可能会 会自己给自己理想化吧 就是 但有些地方还是像 但是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挺倔的吧 就会有自己的一些 在意的点 性格上来说 感觉怀景更活泼一点 然后乐乐 然后 我觉得我吧 我觉得我没有他们俩那么活泼 但我觉得人确实能学会流畅的表达也是一个很难 但是做偶像也是很重要的一项技能 随便 主要是我觉得可能女孩跟男孩天生 他们这个生理构造 大脑思考东西方式不一样 有一些女孩 她比如说是那种很直接的性格的话 可能有时候会跟就是会很男孩思维 当然大部分的女孩肯定都是蛮敏感的 蛮细腻的那种 但是男生也是有细腻的男生吧 对吧 也是有了 所以我还是挺像男孩的那种性格的 感觉会不会很累 所以为什么就说女孩跟女孩其实相处会更难一点 就是因为女孩之间就事会很多 然后就很容易就是会有误会啊什么的 但我觉得男生有时候 有什么可能就会直接就说出来沟通了吧 我觉得我的粉丝都是拿一双多 谢谢林佳德的奶茶 你知道一般为什么会有误会呢 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人她说了话 然后呢女生就觉得 你这个话说的有问题 但是她又不说出来她只会自己在心里纠结 然后男孩还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还不知道自己哪里说错了 就觉得啊他们不理我了 但是大部分女孩有时候就觉得你说出来了 为什么要说 所以就老吵架吧 那是啦 那没办法 这个天生这个大脑构造不一样 大脑构造不一样 也不是说有 就我觉得这种东西有时候天生会有一点基因 vibe 但是你要想改变也是可以改变的 其实你身边的朋友是什么性格 你大概也就会是什么样的性格 我好红啊 你们觉得我红吗 我怎么感觉视频里的我要感觉煮熟了 我跟你说我旁边有一个巨大的打光板 现在好一些 我今天在房间发了因为我打光板买错了 我本来想买一个小小的 只给我买了个大嘛长 你们要超大 我之前有给你们展示过 给你们看 就是大到你这个大到他这个你也不知道 还 多么的大 啊 哎 哎 哎呀 哎呀出事故了 哎呀哎呀 还现在吧 还现在还现在 sorry sorry 就是 买错了 但是我又不能扔 扔了就很浪费 对吧 毕竟那么大一块 所以我就 每次直播的时候 把它拿出来在旁边 补补光什么的 太大 太大 哎 哈哈 咳咳咳 需要安慰才能起来 安慰 起来了吗 安慰给你了 安慰你们 你们打字有点慢 我话都讲一半了 你们这个上映这个才出来 你们这个 你们都跟不上我的节奏 你们都跟不上我的节奏 是你们打字需要时间吗 哎呀我又红了 我想一个番茄 太厉害了 我就不信了 就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光 还在工地加班呢 那也蛮牛的 可以一边搬砖 一边打字 一边看直播 看来还是闲 看来工作还是不够忙 这扩板子我真的 你扔出去 这个工地咋的就你一个人 一个人在那盖房子 一人老板 哎呀 这个破板 我想 好烦 你给我立住 吊塔 塔吊 塔吊是什么 因为我虽然也搬砖 但是我好像不负责塔吊那一方面 我只是搬砖 我们不需要塔 吊 这是啥 塔吊 是 我知道 就反正是吊着搬砖的呗 你们是吊在空中搬砖 吊材料到高楼上 我知道有这项工作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名词叫塔吊 对我知道它是怎么运作 就是电视剧里好像有看过 这跟富婆不富婆没有关系 这是因为我的知识血 知识浅薄 你可以说我知识浅薄 但跟我富不富没有关系 老百姓也有不知道塔吊的啊 要考证了 我就看那像挖掘机一样啊 那种 对吧 就开挖掘机 然后那个机器可以把那个吊老高 好了 我学到了 我知道了它的名词叫塔吊 知道了它呢 今天上课学到了一个新的词语 叫塔吊 每天直播学一点知识 学无止境 这样我就会越来越聪明 我见过那一种就是 透明 就是擦玻璃 然后很高 然后但是那个人就是威亚 悬在空中在那里擦玻璃 但我不知道那个职位是 这个叫什么 擦玻璃 突然想到了呢 擦玻璃 那个很危险呀 对啊 那个很危险 哎呀 我感觉就是在工地里 都很危险 而且又很辛苦 所以要敬畏这些工人 我现在最近跟你们说话 说着说着就 就嗓子就咬 突然觉得我有点危险 我得赶快明天去做一下核酸 不是呀 高级呀 我只是觉得会很危险 因为我觉得他们会在空中呀 有的 然后旁边都是那一些器材 就很容易受伤啊 怎么还在这儿 什么工作是高级的 工作不分高低 对吧 都是打工人 我这还不也服务你们呢 对吧 为了给你们带去快乐欢乐 日日爷爷在这里直播 服务行业 我在服务你们呢 好吧 谁不是拿命在赚钱 大家都是拿命在赚钱 哎呀 那你三个这种主播 他如果 就是播太多了 也很容易劳累过度 就绝过去的 对吧 也是拿命在这里呢 落日硬仓球 你是不是有问题 我想不想当全职太太 你想不想当全职公公 你有毒吧 全职太太 我的人生现在不需要考虑 当不当全职太太 我要想我怎么进圈 谁要去想 要不要当全职太太 我要想 想在这里 就怎么好好跳宫演 家庭祝福 这东西不是我能控制的吧 老天爷让我当什么 我就是什么 打PK直播 那是财作吗 还是 哎 我觉得退团 虽然很敏感 这个字眼 但是我觉得 就是 再合理也不一定快乐了 就是有些人他适合 有些人不适合 他如果在外面有 更适合 更快乐的 就是工作呀 或者 就生活 我觉得 也是一件好事 哈喽 晚上好 因为你想他从这里离开 就是因为在这里 他没有爱 对吧 他 他 很难受 他才会 就他 肯定是很难受 他才会离开 哈喽 晚上好 所以是一种解脱 就对于一些人来说 如果就是 他找到了 更适合他的 工作也好呀 或者 就是 能给他 感情寄托的人 等着我的小岛 对啊 我是觉得 不管在这里 还是在外面 做什么 我觉得 都一样的 离开这里 也不会怎样 我是觉得 对吧 身体健康 快乐就好了 追逐梦想进吧 那不是啦 你如果在这里 能收获一批 爱你 跟你一起 就是真的是 有目标 就是能陪伴你的人 那肯定是好 但是呢 不是所有人 在这里都很快乐 对于有些人在这里 就是煎熬 但是呢 我觉得还能在这里的话 肯定还是因为 有爱在身边嘛 所以才能坚持下来 而且我觉得在河里也不是说那么的光鲜亮丽的 我觉得大家把偶像这个职业想的太闪闪发光了 我 我觉得我在这里一个是因为有友情嘛 就是认识到一些朋友 还有就是 还是有一些善良的人嘛 在我身边 就是可能我还没有到那种感受不到爱 而且我觉得我是那一种 就是我的感情寄托不是完全就是在这里 就是在外面也会有很多爱我的人 然后我也能自己爱我自己 对啊 但是呢也很感谢那一些在我身边的大家嘛 对啊 所以就说还没有完全的这个这个这个腿垫 还有点垫 不知又叫 就是因为我的感情寄托可能在很多方面吧 如果我把我的感情寄托完全寄托在这里 我觉得我这个随时都会崩掉 但是还是会 但还是 嗯 这怎么说呢 我觉得合理吧 是有善良的人 但是也有一些很不好的人 不然 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女孩从这里离开 因为你在这里取得一定成绩 你说话爱 那肯定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但是那一些从这里离开的 或者说 或者在这里受到伤害的人 他受到的那个伤害是没办法弥补的 什么岸边的人呀 怎么还算岸边呢 岸边是哪里啊 站在河边边 反正我是觉得在这里 就是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呗 主要是我觉得这里的伤害其实比 就是可能以前很多感动 但是现在我觉得已经失衡了 就是现在的话 伤害大于感动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不好的事情 对 希望有一天这里能这个感动啊 美好的事情可以多过遗憾 对吧 这样就有意义 主要是 不管在河里 还是在外面 你都会 有善良和 不怀好意的人嘛 对吧 那件太厉害了 不是啊 就是其实 粉丝是很有能量的 但是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是会为你好的人嘛 但是当那些不好的多过于好 你肯定就分辨不出来了 但还是有很多善良的人嘛 哎呀 卷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你在外头也会卷 重点是得有人跟着 就是怎么说得 就是 找到跟自己相似的人 然后大家一起 朝着目标去做点什么 这个我觉得才是 在这里的意义所在嘛 对吧 志同道合 在这里的人 大家可能都志同道合呀 不志同道合的人都走了呀 我觉得能还在这里 就说明大家还是 合得来的吧 没有什么真正合不来的人 主要是你得跟自己比啊 你不能去跟别人对吧 你要看自己 我没有跟自己去进步 也不说一定要超越别人怎么样 但是我是觉得不能老 原地踏步去做一些 无用功呀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能认识到一些 和你相似的粉丝都是 就是能有一些爱你的粉丝呀 就是都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了 就是你能身边有一群这样子的人的话 对啊 现在公演都是一种资源了 但各种原因嘛 疫情却是各方面 现在大环境是这个样子 而且像我们队的话人有很多 所以公演的话肯定不像以前一样 就是谁都有机会可以去上 大家是不是都很喜欢外物啊 我觉得其实外物多也不一定就证明你多么厉害 你在这里能做好你偶像的本职工作都是很难的事情 我觉得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 然后还 就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都太浮躁了 我觉得大家都是在难受 但是都没有在行动力 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很缺乏行动力的人 每天就是在感慨在忧愁这些 但你自己对吧 努力的多少好呢 有时候觉得自己付出很多了 其实根本就不够了 确实现在你就算出去 其实你想比较在这里还有舞台 大家还可以在舞台上展现 你在外面很多偶像舞台都没有多难受了 对啊那最好的是肯定是希望让外面人来认可 但是你得自己内部先做好呀 现在内部就说都都已经失衡了 你还奢求让外面人来认识你 我觉得在一个比较失衡的条件 你让外面人看到了你全部肯定都是负面的声音 也不能说是去怪谁 就是 突然耿住 也不是怪谁了 我觉得是 是是是是是我们怎么说呢 每一个人吧 每个人都得做好才行 这东西这个谁不对位的都不得行 怎么了 你的脑子跟不上这么深刻的话题了 也不是歌舞不吸粉吧 大家老觉得是歌舞不吸粉的 你歌舞真的就很OK了吗 我觉得没有吧 而且作为偶像来说 歌舞是基本的 对吧 MC啊那些是 也是偶像需要具备的一项 我觉得也是素质吧 歌舞我觉得是本质 不能说是你光 我觉得任何的一个艺人 他也不是光有歌舞呀 他也在上综艺呀 通过或者营业 各方面让别人来认识 所以这个 有的时候我觉得是需要多方面去发展的 但舞台肯定是基本 对呀 但是就是说 我觉得偶像其实跟歌手演员我觉得不一样 你像歌手就好好唱歌 只要他有作品产出对吧 但是偶像呢 他是一个除开歌舞之外 我觉得性格魅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他得传递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嘛对吧 去引爆别人 有的时候如果你只有作品产出 因为有的时候 我觉得就像韩国他们很多那些很厉害的前辈啊 那些艺人 他们也会有那种就是歌不好 就是公司这个歌突然 对吧 就是 就是 就是人是OK的 但是你歌呀或者MV各方面 就是都有问题 他有时候回归的成绩也不会那么好 你完了 我在直播 就是 是一个很综合的事情 咋了 我不要 我现在很漂亮 我这么大一个打 那个灯更漂亮 不不不我这有个很 我这边聊的好 我这边聊的好深刻 你在说什么 我在宏观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啥了 自己现在瞎说 张欣他刚才云沃完魂了 你要直播了 没有 你就待着是吧 对宏观偶像之 那你在那边 为什么 他会吵到 不会 瑞平演艺圈好家伙这东西 哎 我也反正呢 我是 我也是一个 就是道理都懂 做起来难 对不对 我也是一个 很难去坚定的人 我刚讲啥我都忘记了 谁也叫不起来 就是都道理都懂 但就是没有人整 应该 都是一个心有余儿力不足的情况 哎 我有时候也是了 比如说跟大家营业互动什么 然后遇到瓶领期了 也会不知所措 但是其实想一想自己真正的去做出改变了吗 也很难说 对吧 这东西 而且有的时候 太多人老在那说歌舞没用歌舞没用 那觉得有用的人 他都被你说的也觉得没用了 对吧 如果大家听见说 要歌舞歌舞有用 要看歌舞要看歌舞 对吧 这这不就风气就变了 说到底还是被带节奏了 还是被影响了 还是被随波逐流了 炸香蕉 怎么又开始说炸香蕉 炸香蕉 有用啊 你学会炸香蕉 你就会炸苹果 你就可以炸葡萄 你就可以炸任何 学会炸香蕉 你就掌握了一项厨艺 不会饿肚子 也可以炸粉丝 粉丝一炸 你们就干了 你们就变成干丝了 笨拉 笨拉拉是什么东西 可以科普一下吗 笨拉拉听着像一个糖 确实 只要能散发能量 就是有用的 笨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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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式英文 笨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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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谐音笨拉拉 你这 你这斜到外婆瞧了 你再怎么也是不拉拉吧 怎么就笨拉拉 笨拉拉了呢 你就是想说拉拉 你就是想拉拉了 不拉拉 再怎么也是不开头 怎么会是笨呢 真假的 有个冰激凌叫笨拉拉吗 那我不知道 我们西安没有拉拉 我们北方没有拉拉 我们北方都是 随便 我们是随便 好 我相信了 我不锁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你说的 不 就是随便的随便 就是随便 你们那里没有随便吗 笑死我了 我们那个 还有绿舌头 吃了舌头要变绿 火 那是在你家那边火 我家那边绝对不火 我长了这么大 23年 第一次听笨拉拉 你有听过笨拉拉吗 冰激凌 没有 看 没有 我搜一下 到底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他说一个很火的冰激凌 叫笨拉拉 我以为你说 陈拉拉 我说 巴巴巴 笨拉拉 小黄人 冰激凌 回去了 拜拜 我把我的东西 没有搜到啊 笨拉拉 雪糕 雪糕 哦 完全没有 贵 我可以 哇 看着好好吃 就它长这个样子 一个香蕉 我真没有见过 这是不是南方的零食 北方肯定没有这个 外形酷似香蕉 可以剥皮吃 我没有吃过 我没有吃过 雀巢公司凭借这款 可爱的香蕉冰淇淋 一个夏季赚了许多人民币 一举成为雪糕中的战斗糕 并迅速走红网络 成为网民们追捧的对象 每只批发价为 2到2.5元 零售价为3到3.5 批发2块 零售3块 他才赚1块钱 这成本都这么 这能赚个啥 这个好搞笑 文艺吃法 吃笨娜娜 要用舌用唇 不能碰到牙 要在顶部 棱与棱之间的位置 用舌尖反复摩擦 什么玩意儿 第二步 当出现一道裂缝后 用唇先压后拱 只有这样包出的香蕉皮 才是完整的 室温下 全过程大约需要10到15分钟 要注意 一定不能碰到牙 我知道了 他就是怕 就是不能碰到牙 就是怕你的牙 他受不了 因为他冰 一定要用 嘴皮吃 好贴心呢 我还有这种 这个包装还挺漂亮的 笨娜娜雪糕挺产 挺产的 我以前还吃那种 桂糖 还有那个绿豆 绿豆棒 五毛钱一包 里面各种 就是这种 吃懒一嘴色色的 哦 还有这个柠檬 这个 有雪碧 还有可乐味的 然后每次体育课完了 就吃一块 妈呀 看到我都 看到我就想吃了 我一整个冬天还没太吃过雪糕呢 对 就是可能名字不太一样吧 我们 高中有 高中是可以买零食的 然后 初中好像是不行 初中是不让带吃的 进学校的 哦 你知道吗 初中我当过一段时间的 哦 我之前当过文艺部长 你知道就初中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会有巡逻 就定期会查 看学校谁带零食了 然后谁带了零食的话 就得上交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都自己解决了 就是我们会收零食 但是收到的东西 就我们自己解决了 也不是说管这个事 就是他学生会 他会比如说 这几天是学生部 然后这几天是文艺部 然后那几天 又是其他的部门 主要是你说这些东西 你上交给老师 他也不就吃了 这是一个小秘密 被没收的同学 那时候有一点惨 我只是初中当过 短暂的当过文艺部长 主要是因为我初中 经常在我们那里 就是我没有合唱队 会唱歌呀 跳歌舞什么的 但实际上也不干什么 毫无威严 因为我学习一般 我就所以呢 我们班同学就是 我之前还当过美术课代表 就是我当的吧 都是一些这种 艺术类的 就完全没有威严 然后就上美术课 班里都吵得不行不行了 没有人听我 我每次说 说话声音小一点 静了个两秒 然后哇又开始吵 我说不要再吵了 没有人听我 到最后美术老师 那边被气的就走了 就是被 就是美术老师也很温柔 他就管不了 就走了 也不是吧 主要是可能 我还是觉得是 可能是我的学 就是我的成绩 没有他们 没有 他们高 因为我那个 我初中的那个学校 就是是一个 蛮 就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看成绩的那一种 就很卷 然后呢 我考试就是 有过一段时间 就是不是很好 有过这种呀 初中很多这个老师 都是看成绩的 你知道吗 就以前会过这种 对我最好的老师 我跟老师 都不深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遇到过 特别说可以给我指引方向的老师吧 因为都 就是怎么说呢 没有遇到过什么那种 很好的老师 就是都一般 就不坏 但是也没有说有那种特别 亲近的老师 自给自足 但我是希望可以遇到一个就是 好老师 因为好老师很重要 他有时候会改变你整个人生 演也是有演的好处吧 但也分情况 确实 因为初中那 因为我初中上的那个学校 就是他那个区域 在高新区 我们 我们现在那边高新区那边 很多学校都很重点 虽然我那个学校不是重点中学 但是就也蛮严格的 后来高中 特长生 也就是文化不是那么高 然后就考到了那个特长班 结果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笑死 我是觉得老师 你该严厉的时候 肯定要严厉 但是如果你只有严厉的话 那我觉得就有点不敬人情味 因为我一直觉得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对吧 也不是说你这个规矩 就一定是 无所不能的 有啊 我之前 但少了 主要是没啥机会 我就是过年 或 哦 之前我 高中的一个朋友他结婚了 然后他又请老师 然后就是有 有见老师 咳咳咳咳 但我没有说专门回去 因为我 我跟老师不是很近 穿高跟鞋 穿肚子 真假的 这都可以举报了吧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老师 但是我觉得 一些学校多多少少 是会存在有一些体罚的这种 我觉得 我想一想 我以前 有过 哎 敲头 我发现我受过的体罚都是敲脑袋 就可能会 嗯 拿书本好像有敲过我的头 我是觉得如果很严重的话 是需要去反抗的 得维护自己的这个利益的眼 我觉得就是 小小的 以前老师不特别喜欢那种 用粉笔头砸人 拿粉笔头砸人 砸人我觉得还好 但是不能太那个 不能太过分 哦 会有打手 会有打手板 我被打过手板 那个尺子 哎呀 你们 你打残 但是你现在了 你当时的时候 你肯定害怕呀 我现在会想 我小的时候老师都凶 我就害怕 根本也不会想到说反抗 除非一些比较有个性 我是属于比较安分的 那些比较有个性的人 是会反抗的 我哪里不听话 我听话 我只是小的时候 就我爱讲话 我一般被老师说是因为 我在跟别人讲话 嗯 对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 我们数学老师会 就是提问 就他是那一种 看你有没有认真听讲 或者那个 考试考完了之后 那个卷子 分低的 他会揪出来 然后去问你啊 就是哒啦啦的 有一些问题 你万一回答不上来 他就会不会很凶 纸条 也传纸条啊 也传纸条 熟人面前 谁 谁熟人话不都多呢 但是我觉得 我总体来说 还好 我 有一些男生 我记得我们老师以前 就是他回答不了 那个老师都是拿脚 直接踹他屁股 因为我们是有那种讲台 那老师就直接 把那个学生从台上 他踢一脚 他哒 他就下去了 我现在想一下 真的好过分 但可能对男生 会更凶一些吧 女孩他就不踹 男生有的 他就踹屁股 一踢 他就下去了 可能也要管控吧 有时候有这些问题了 是需要去反应的 如果不反应的话 就会更恶劣 主要是现在的老师 就现在你看嘛 90后都已经这么大了 也更新换代了呀 现在受的教育 也都不一样了 肯定这个教育方法 也会有变化 我在学校 不算皮的 我就是初中的时候 爱讲讲话什么 后来就 就还好 我是有多大能耐 我还是很乖的 哎呀 我的这个六 勺子的背面 那应该不疼吧 勺子的背面 感觉蛮光滑的 蛮圆润 没有对过老师呀 我害怕呀 不敢对老师 因为老师也没有 对我特别严重 也没有怎么样过 一般就是会说说你 哦 但是说到这个 我有那一个 我之前在外面上课 跳舞 我之前有讲过 再讲一遍 就是我那个 那个老师是韩国老师 就他会体罚 就是可能他们那边的文化吧 就是做错事 会让你下跪 然后会体罚你 但是就说在他们那里 就是可能是一种 就是对 对老 因为他们很讲究 前后辈嘛 然后年龄 然后就会很严格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被体罚下跪 然后跪了之后呢 就是 就是当时可能 因为我很不爽 他让我 就是就可能是嫌 我们有点迟到了 或者怎么就很严格 但是有一点点不爽 然后我就可能 就是在跟我旁边的人 在吐槽 然后他可能就嫌说话了 嫌我说话了 然后他当时就是拿了一个 那个 口香糖的那个铁盒 就是这么长一个 那个口香 就是装口香糖的那个东西 然后呢 他就在那边 直接就 啪 朝我这边扔过来 他可能只是想让我不说话 但是他当时那一下 砸到我头上了 好家伙 我这一砸把我给我砸的我 我立马站起来 我说 我说 我说你在说什么 我说你在说什么 我说 然后 但是他听不懂 但是他听不懂 我在说啥 他只是没有想到 我会反抗 我突然站起来 你知道吗 我直接站起来 我说你在说什么 然后他 他被吓到了 他就 他本来是坐着的 然后他被我吓到了 他就 然后他就有点慌张 他也听不懂我在说啥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跳舞没有翻译 因为我觉得他太过分了 他为什么就是要让这样砸我 而且我觉得我也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你 这个体罚对吧 属实是有点过分了 首先你这个让我下跪 我都觉得已经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了 对了 然后后来我就当身的是我第一次吧 反抗 我只是站了起来 我只是说了一句你在干什么 我说你在说什么 听不懂 我说你在说什么 对 然后呢 后来我就去 然后后来就去找了我们的那个老师负责的人 对 后来就去沟通 后来就是 后来他有跟我们道歉了 就是说不知道 就是 嗯 这样子不行 因为他说就是在韩国 他们那边的文化是 是 是要这样子的 他不知道就是在中国 其实这样子是不好的 对了 后来老师也跟我们道歉 后来还带我们去吃了麦当劳 就是 其实人也很好了 但就是说 体罚的时候 确实很严格 就是而且 我发现韩国的舞蹈老师是那 因为你知道很严格 他是那一种 教你一遍 你就得马上跳出来 你跳不出来 他就会 他就是 喂 他说 就是你这个意思 你为什么跳不出来 而且你说有的时候压力大 人又害怕 哪有人这个跳一遍 就能给你跳出来 就是 所以每次我上他课 我就很紧张 我以前 哎 越紧张 我就越记不住动作 他 我们没有翻 对啊 那个公司当时 为什么不找个翻译 没有翻译 哦 因为当时 我们有负责 管理我们的那个 有一个哥哥 他也是韩国人 他会讲中文 但是平常上课 确实就没办法交流 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地说我们 因为听不懂 虽然感觉到他生气了 但也不知道他在骂我们什么 我们就只是 哦 他又生气了 我们就得赶快乖巧 他每次眼睛一瞪 我就 哎 超害怕 但我又感觉他很爱我们 也能感觉到他是为我们好 就是那一种 主要是当时一起跳舞的 有一个女生 他能听懂一点点 主要上舞蹈课 其实也不太交流了 他就 我们那个时候 就老挑一些基本功什么 就一个动作 主在那好几个小时不动 对 也不需要交流什么 你知道后来 他还教我们学日文 我只学日文 然后当时就是我 我当时以为会学韩文 没想到教我们 有语言课 结果教我们学日文 然后只学了一个基础 就是那个偏旁步手 对 韩国人叫中国人 学日语 然后他就只教了一个 那个偏旁 然后结果那个公司 他就关掉了 对 他这个 出了一点经济上的问题 关掉了 后来我们就从那里离开 他也没有了工作 大家就都散会了 笑死我了 我现在都忘记了 就当时他让我们默写 那个日文的那些偏旁 什么不守的 那个时候还是在过年 可搞笑了 但是他 不是 因为那个工 就是之前的那个 我们这个练系 只是他们那个产业的一个副业 就我们这个也不是主业 他们的主业是做游戏的 你知道吗 我们只是一个副业 然后就可能 我觉得应该是经济上有问题吧 对 然后就影响到了吧 所以就是想把这个项目裁掉 可以这么说 裁掉 所以也不是我们啦 就是这个老师 他们也就没有工作了 得重新找工作 然后那个时候还是过年 你知道吗 大家都没有工作 都走了 谢谢超无奈的奶茶 对啊 超无奈啊 然后那个时候 嗯 那个时候就很 很伤心了 因为以前在那边学习 还挺快乐的 因为那边就是 有老师嘛 会教你有制度的 去教你做一些事情 就很充实 但是这个没办法 就他们自己内部原因吧 然后就从那里离开了 哇 我那个时候感觉的 感觉我人生很灰暗 不要学飞 没有学飞 也是那种练习的制度 我们那个人很少 反正模式也是 类似那种模式吧 就反正 但好的时候是 我们离开了 还给了 还给我们赔的钱 你看我那上一个多好 我那上一个 我们住的是公寓 之前在那里学习 然后离开 还给我们赔了一些 钱 但是当时的那个心情 不是钱 不是金钱可以弥补的 我那个时候真的很难受 然后后来慢慢的 人就颓了 颓掉 人生没有了梦想 失去了方向 后来就去学 学别的东西 然后兜兜转转 又来到了这里 而且我来这里 还是就是我之前那里 就是学习的那里的一个老师 介绍我过来面试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拯救吧 我当时只是觉得 因为我那个时候喜欢跳舞 是觉得在这里养成系嘛 你都可以慢慢学习 然后我是觉得 在这里还有个练习室 可以让我练舞 对 然后想说还可以跳跳公演 结果没想到现在进来 这个跳公演 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的 对吧 这个难受 也是缘分吧 因为那个 就怎么说呢 都很难了 你这个 做武装呀 各方面 还好 也没有说那么的不一样 确实 等一下我想一下 有那么 是觉得跟想象的不一样 但是没有那么的不一样 其实还好 因为我之前来 我就知道是养成系 然后我就觉得 也很好 可以一起慢慢的成长 我理想中的不一样 是我觉得 环境不太一样 就是我以前觉得 就是在粉丝面前 只要展现最好的你 然后舞台 就是各方面好了就可以了 但其实不是嘛 因为这里要跟大家 交流呀 什么的 我又是一个不太 就我现在好很多了 我出 出气的时候 就不会跟 大家对应呀 或者就是交流什么 也不知道该怎么 就不太会维护 对 就是因为感觉这里 离粉丝很近嘛 然后也 然后 但是有时候近了呢 是感觉就是 好 就是 好的东西倒也还好 但主要是这里 也不是就是 都是善良的人嘛 就有时候会受到 负能量的影响 就是不好的东西 因为近 所以会影响到我 然后一影响到我 我就没办法去 踏心 做点 就是关乎于自己目标呀 或者有动力的事情吧 有时候慢慢磨着 磨着人不就 就没心气 住的环境 还行 我其实 怎么说呢 因为我 我好的不好的 我都住过 所以 而且我是那一种 我对条件 没有什么要求的人 我咋都能住 我就是 我不会在意这些 住的差呀 或者不好 对我来说 有个床 然后能洗澡 也还行吧 对这些没啥要求 我对这些 身外之物 我是好养活 因为我住过不好的 所以 好一点点的 我就已经很知足 而且我也住过好 所以我 都行 房子嘛 你对吧 你住的再怎么好 这也不是主要的呀 最差 也不是说差 只是 因为我记得我家 我搬过很多次家 我印象中 很小的时候 就是以前 就是很小的时候 我有住过 就是那个房子 就是它 它很小 然后就是 洗澡很不方便 因为它得需要 烧水嘛 然后有的时候 洗着洗着 那个水就会不够 就会凉 然后就是 而且 一凉呢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洗澡要很久 但有时候洗到一半 感觉水突然凉了 我就会很冷 对啊 然后 然后那个时候 好像家里也没有 就是那种暖气啊 什么之类的 我印象中 就是有 那个时候就感觉 洗澡很不方便 所以后来 我现在慢慢大了 就是 也不是用柴烧 就是那种热水器了 对 有澡堂 对 也会去澡堂 因为我家 以前那一边 也会有那种 大澡堂 但是肯定感觉 自己在家里方便嘛 而且我害羞啊 我也不好意思 在外面 就是大了之后 我会不好意思 都是不认识的人 大家在那个澡堂 然后你以前 就是会洗澡 洗澡就会很冷 也不是说人生目标 我只是觉得 能有一个 就是不想 就洗澡冷掉 后来家里 就是慢慢的 就好一些 而且我上学的时候 也没有啥零花钱 我父母 就对我感觉很 哎呀 我感觉 也不知道 就感觉很节俭 但是我妈妈 是那种 就是 虽然就是 就是说 如果他们有时候 嗯 情况不好 但是 都会满足我的 就这个还是挺挺挺好的 而且你以前 你想学艺术啊 什么又很费钱 我之前学那个 次中音号嘛 光那个号 一个号就要好 好多钱 而且你知道学音乐 它学到最后面 就你学的越好 你的号就得越贵 因为乐器这个东西 它越贵的东西 它音色音质会好 这个不是你练习就可以的 这个就是没电了 我拿个充电器 啊 稍等一下朋友们 啊 我的脚 我在绝脑 哎呀 对呀 我是独生 我家救我一个 其实我很希望 我还有个兄弟 这么种气 那种亲的弟弟妹妹 但是没办法 我那个 我已经很大了 而且感觉 我妈妈会很辛苦 其实我爸妈是很想 再给我 就是有一个小伙伴 哦 他们不想 是我想 对对对 我爸妈不太想 因为他们怕我会伤心 但是我 其实 我完全不伤心 我 我其实很想 但是 算了 而且妈妈就是 可能对她身体也不好 脱油皮是啥 我主要是觉得热闹 因为我这个人喜欢热闹 我只是觉得有一个弟弟妹妹 而且我比较喜欢照顾人 哈哈 我觉得我如果有个弟弟妹妹 我就可以给她买好多那种 就很可爱的那种东西 你知道吗 就会很有幸福感 就你现在外面 而且外面一些小孩东西都好漂亮 你看那个男生的小汽车呀 什么小衣服 我就觉得 觉得可以给他们买这些 哎 但我现在就没有这个对象可以 所以就给朋友 但是我身边有姐妹的人都会说 会烦呀 什么 会吵架什么的 可能我没有吧 所以我就会想说 有个伴会不会好一些 对啊 我爸妈还是很疼我 现在对我更好 我感觉我从小就很独立 所以我就不会觉得身边多一个姐妹 然后会 会自己少了什么 但也不一定要 你说万一我真的有姐 有弟妹了什么的 我爸妈如果对他们 比我好 我说不定也会不开心 这是自己在这想象 虽然我觉得我不会 但是呢 就不一定 姐姐生气 妈呀 那一般姐姐生气 可见你是多调皮啊 都要上手了 我觉得能上手 真的是 哎呀我都不敢想象 因为我没有打过人 我不知道这是气到一种什么样 要上手 我有发过小时候照片吗 我小时候就是小男孩 我小时候短头发 因为我爸爸喜欢小男孩 所以我小时候都是短发 不给我留长发 都是那种 超短 小时候调皮 爱玩 但我现在换手机了 我都 没有以前的照片了 除非我回家翻翻我的相册 小时候可爱的 小时候很可爱 姐姐一瞪眼就乖乖自己喝了 好家伙 这姐姐气场强大 雪麦牙齿 没 redesign 哦 啊 你儿子 没有 呃呃呃 就是害怕是吧 莫名的 唉 其實想一想 還想是有個哥哥 有個哥哥就可以被照顧 都沒有什麼被照顧的感覺 如果有一個 很不錯的哥哥應該很幸福 感覺哥哥一般就是會對妹妹會好一些 姐姐一般就是會喜歡上手 我發現了女生表達喜歡就是要行動 是這樣子的 女生有時候喜歡你 她就是喜歡打打打你 就是她這個打你也是一種愛的表達 是這樣子 哈諾啊晚上好 主要是有些弟弟確實也調皮 這個不打 不得行的 我沒體驗過 只是我理想中的弟弟 應該是可愛 帥氣 乖巧 理想中的 嗯 哈哈哈 現實可能就不這樣子了吧 打出去 這就該報警了 該去醫院了 但是我見姐弟一般都是姐姐壓制弟弟的毒 很少見有弟弟壓制姐姐的 你們家裡都有兄弟姐妹嗎 還是獨生 獨生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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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女快樂嗎 哈哈 給我這寄個蝴蝶結 嗯 嗯 嗯 我應該沒有病吧 嗓子好癢 有點害怕 有點害怕 哈哈 但是如果我弟弟很調皮 你的話 如果我爸媽不開心 我也會 教訓一下他 好 樂器啊 我現在完全不會了 曾經學過 四 周 音 號 哈哈 哈哈 一個號 一個比大號 小一點的號 Bingo 因為今天沒有戴我的假髮片 我本來今天握手的時候 我想戴我的那個假髮片 後來又覺得 沒必要 看不到 算了 然後我就沒戴了 等疫情好一點我要去接 我從年前說接 說到了年後 都還沒有接他 我要接到我的胸前 這樣會更淑女一點 接一次應該三個月 我聽他們說的 三個月要再拆 然後接 不然會打結 染 我接的話肯定就一起又接又染了 因為長出了很多新的 你們覺得長的好看還是短的好看 我現在都看不出來了 我現在都看不出來了 其實我前段時間看我 我不是有一段時間 頭髮很長 十字卷的時候 然後就是 又看了一下 哦還不錯 感覺那個時候的我很女生 很舒服 我現在是個雨花成蝶 這個跳的我都不知道自己現在這個風格了 然後我一看以前的 哇 是女孩是女孩 那時候就到胸 有到胸這兒 就很長 不同的感覺吧 因為那個時候 因為跳十字卷的那些歌 都是那種很鮮 你知道嗎 很柔的那一種 所以那個時候的風格 感覺都是比較很女性化 現在雨花成蝶感覺多了一些 有很多那種很酷的那一種 歌呀什麼的 整體就比較清爽的感覺 但之前覺得十字卷就是好沉重啊 因為歌都好大 就是每一首歌都很完整 有主歌有副歌 然後兩遍 還有那種那種尖奏 然後再高潮 對吧 就這個好傢伙 每一首歌都很 我這個其實覺得十字卷還蠻不錯的 但就是可能 大家看多了會覺得有點沉悶吧 但還是有一些人還挺喜歡的 短的也可以甩呀 短的也可以甩呀 短的也能甩 我的臉要刀刀刀 只是甩起來沒有那麼的 美美 現在反正就是 我一般就是Unit啥風格 我就啥風格 我就啥風格 就配合 我感覺我也沒有特別 就是不喜歡的風格 就沒有特別抵觸的 感覺我都 我都願意去嘗試 其實 其他團的某支歌 我最近有給我定要 學的一些歌 我名字怎麼叫不上來了 我存在備忘錄裡了 那我有點忘記了 我最近是想 跳一些團裡的 我想跳那個 我想跳孫瑞前輩的等等 我想跳三哥的那個等等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人看過 我之前的他生日公演 我去看了他那個 好傢伙 太美了 太漂亮了 我以前不知道三哥 就是跳舞 這麼的 有Balance 我覺得他那個歌舞蹈跳的 很有Balance 有那個味兒 很好看 但我之前只扒了一點點 有點難 哈哈 還有幾首 來著 但我忘記名字 嗯 有點忘 想不起來了 我在備忘錄裡 寫了來著 你們想看我跳啥可以推薦 我其實有時候也不知道 我要跳那個 Maria 我之前跳過 但是我刪掉了 因為我覺得我跳得不好 我想之後再重新跳一下那個 Maria Maria ro 很多動作 嚇一下 其实我很喜欢跳帅气的舞 比起性感的来说 你们喜欢性感的 你们帅气和性感 你们更希望我哪一个 再加上可爱 可爱性感帅气 让我想一想我下一个作品 不可以都可以 帅气看太多 国风 还好 我没有拿 我对国风 因为我不太了解国风 我对国风了解的不多 所以没有特别喜欢的就是舞蹈 还是什么 比起性感的舞 我更喜欢跳帅气的舞 因为帅气的舞 一般跳完会很爽 有一种见完身的感觉 我就喜欢一种 跟团里的就是可爱的性感会多一些 不感觉 性感的舞 感觉我有时候 得给我 得我强大的心理建设 我才可以拿你 不然我就会很不好意思 是 完全想象不出来 好搞笑 对啊 所以我也想象不出来 但我觉得我 我可以 扒完我可以 也不知道哪一天吧 他这个歌还在我的名单后面 因为他太难了 先去整别的吧 之前就是单身 那个拍档 我本来想跳等等 但是因为 三哥他自己还没有跳过多少遍 所以就 就说不行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我跳过的 舞蹈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想跳好的话 就必须各个风格 都要去跳 这样子你的身体 他才可以 就会更协调 或者更好去 拿捏的东西会更多一点 我忘记了 我前面的名单 我写了好多忘了 想不起来了有一点 真忘了 想不起来了 是个英文 没事 我就算剧透了 一时半会儿应该也不一定能铲出 我每次我都是 我其实行动很 我行动力不快 我行动力挺慢的 其实 你不有性感的 那个马瑞亚不就很性感吗 我行动力快不快完全取决于我的状态 我有时候状态好了 人很快乐了 我就马上我就很干劲 有的时候要有什么事情让我糟心了 我就 啥都不想整 现在 正常吧 还行 正常 现在的状态是可以动一动 但是没有那么想动一动 还在缓冲 还在缓冲 好快呀 保佑疫情 快快结束 真的是要被疫情搞得够够的 你们一般容易焦虑吗 歌曲选了 但还没有拍 因为还不知道会在哪一天 但是之后得开始学了 得自己扒一下 他不愿意 要如意 直聚在一起 就算与时间为定 就算 没有吧 不知道他扒了没 主要是我们这个舞 他之后圣日公演 他也要跳 一举两得 日常阴谋 正常 我也有时候也经常会日常阴谋 但是 我觉得人吧 总是要踏出自己的舒适圈 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很 很难去踏出自己舒适圈的人 就是哪怕 比如说心中有想法 但就很难去实施 就提不起劲 但是一般人焦虑都会感觉就是提不起劲 对吧 就会感觉没有什么动力 但是我个人觉得 只有你自己能调整你自己 因为别人其实很难去给得了你能量 就是要去爱自己吧 我觉得 不要把感情寄托 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去 不要期望太那个什么 对吧 你还是要自己 自己 就是 就是 哪个事情让你不开心的呢 你就转移一下注意力 不要有执念 而且有些东西你不喜欢 你可以试着去喜欢它 对吧 试着去做 坐着坐着也许哪天就喜欢了呢 我现在觉得格局要大 要想长远一点 不能老顾眼前这些难受 做自己 对吧 不要在意那么多的眼光 我觉得 就真实的做自己就好了 就有时候 你觉得自己的想法 跟身边人的不一样 你也不要为了去迎合 就跟着他们随波逐流 你就做你自己的想法 你就怎么想的 你就怎么去做 怎么去说 因为我觉得 我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就是我经常会 自己给自己施压 就是可能别人 还没有觉得我怎么样 但我就自己会 开始先否定自己了 然后就把自己搞得很焦虑 然后就 越做越不好 越做越不好 但别人其实也并没有说我 我觉得这个心态 其实是不好的 还是不能太在意 别人的眼光 对啊 我觉得要打开自己 要多 多去相信一下自己 对啊 是要肯定自己 而且我觉得也得 要去学会去相信别人 不然的话就会把自己封闭住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他害怕受伤害 然后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 关得很很那个什么 其实也不是那么多坏人 要转移一下注意力 我也发现 和的对阿养成细是这样子 但你说改变了吧 其实我觉得我本身的那个性格其实还在 难受 我也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变化 感受不来 我觉得跟粉丝相处比较难 其实变自信这些确实是一些 但我觉得跟大家交流也是一个很难的一个点 对我觉得我其实也一直是在禁锢这个 谢谢别小楼的巧克力 因为我是那种很难去相信别人的人 我一般就是第一反应是先抗拒 我没事 不要不要不用不用 我可以 我可以 但后来渐渐的你就会发现 就是有时候还是需要别人的帮助的 也不是完全就得 就也不需要就是完全都是自己去扛什么的 是 其实 那肯定啊 鼓励肯定是会变得更自信吧 但是我觉得我的成长不是靠鼓励 我觉得是因为身边有朋友 对 就是 除了一些就是肯定我的人之外吧 我觉得更大一部分是一个是有朋友 还有一个是还好我很爱我自己 对我也会夸夸自己 然后我的爸爸妈妈也很爱我 哈哈哈哈 所以其实还好 是要多教的 主要是得自己先愿意去交流 因为有的时候状态不好就不愿意去交流 因为感觉说了就可能会不信任吗 因为又不是不信任 哈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这里也不全都是自己的粉丝 有时候就会很很很就是会心里有一个隔阂 这不叫自恋 这叫自我鼓励自我激励 这是有用的 我跟你说你们焦虑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也改善 要就是每天夸夸自己鼓励鼓励自己 你就觉得你就就想想象着我好棒我好棒 我好漂亮我好漂亮 然后慢慢你就发现哇我真的很错 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 我好像在抖音上看过真的 就是你 你想象着一个你自己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就朝着这个状态去做 说话也好做事情也好 你就你就对找一个自己舒服的状态或者理想中的状态去做 日积月累你慢慢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你有时候你天天想我好差我好没用 我我真的我好失败 你就真的很失败 就想就哭就会阴谋 但是你每天就说哎呀我真棒 我我这么好怎么会没有人对吧 对吧你就要多爱自己 你就会吸来跟你同频的人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人真的只有靠自己你才可以走出来 哎呀这个平 这是自信吗我也不知道是个自信吧 人是要有自信但是不要不要骄傲 自信是让你可以变得更落落大方 对吧你自信了你大方了别人跟你也舒服呀 但你不能骄傲 不能骄傲可以适当的谦虚 谦虚 但也不要太自卑 我现在也觉得不能自卑 我们就是最美的女孩 我们就是最最对吧 不要因为一些东西否定自己 你也可以迷之自信啊 反正是你自信 你都你你都迷之自信了 你应该也不会在乎别人的眼光了 说实话真的我觉得迷之自信也是一个能力呢 因为现在的人就是他会迷之自信的人他肯定很快乐呀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对吧 他其实很快乐 他不会介意别人去说他什么 那人家有的人就不怕被怼呀 那你怼我呗怎样呢 怼了我能怎样呢 我的生活还是自己在去做呀对吧 你怼我除了能让你的心理满足之外 根本影响不到的当神 就是如果他的心态足够好的话 他心态好的话 他就可以承受 他要是心态承受不了的话呢 那就另外一回事 那他就自己去改一改吧 如果他想成为别人眼中的自己的话 几年不见 可可这儿可这儿呢 谢谢小米国的奶茶 而且我现在觉得人也要学会表达 有的时候你光做你不说 别人也不知道你在干啥 也不知道你在忙些什么 是这样子 哎呀 你误了 你误了 对呀 我发言不太多 但其实怎么我爱我爱说 不太爱打字 可能也是因为我状态一般吧 我状态好了 可能我也爱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状态 就是近一段时间来 就是没有那么的快乐 所以就很难说去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 哈喽 大人 哎呀 有的时候不开心这种东西 其实别人帮不了你太多了 只能自己 自己给自己 只能靠自己 也不是说 困扰 其实也不 也不是啦 这是一种常态 虽然我不想说这个 反正我是觉得 怎么说呢 要跟大家多分享 跟你们多交流 多聊天 对呀 疫情是这个样子 对呀 要往好的方面去想 人肯定是需要朋友嘛 你像那些疫情 天天自己人在家里 就肯定很无聊 憋着憋着憋出病人 今天就跟你们聊了很多 因为我放过了我自己 哈哈 小雕都抑郁了 是你养的宠物吗 我出去玩了呀 短暂的玩了又回来了 就是你在外面玩也只是当下的让你可以缓解一些压力 但其实你以后又回来了的话 你又会想到一些不开心呀 或者你执念的事情 你可能就又会阴谋 你可能就又会阴谋 怎么你哭了 解决的话 还是会难受吧 从会那个反复 去了呀 你看就没看我微博 我都发了我那个环球的照片 新家哈哈 现在说不出个所以人 等有一天我功成名就了 我可能就可以很自然的跟大家谈起我的这些伤心的过往 现在不说了 现在说了没用 跟你们快乐聊天就行 我现在好了 我放过我自己 我们那一天好像没有微真天 好像 但是谁呀 你们之前有说 我忘记他名字了 又蓝又红的那一个 他叫秦天柱吗 那应该是吧 设恐人我才不 我一般不会很主动去去跟他聊天 我又不看汽车人 我都看巴拉拉小摩仙好吧 谁看谁谁看呢 谢谢喵喵的巧克力 把他上吊 把他上吊 玄 我知道了 我是一个礼物 等一下 以后直播 哎呀 哇 哇 好看 哇 哎呀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是一个礼物 beautiful 哈哈 哈哈 我把这个放在后头 我给你们说我扎头发可好看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现在需要一个苹果 哎呀我的脸好远呀 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 丰富的过每一天 快乐的看每一天 哈哈 哈哈 第一次遇见一天 啊我这样上公演 啊我这样上公演起不就咽压全方了 这样子叉叉他们肯定不开心 不行不行 后背不可以用力过吗 这样前辈会不开心 你看张瑞姐搞这么大蝴蝶蝶蝶蝶不行 我也要搞 每个人都搞蝴蝶蝶 不行不行啦 还是不能太这个展现我的美丽了 哈哈哈 笑似的 不不不为了我们的友情 不可以太绝了 我这么重情重义的人 哈哈哈 可以美丽但不能太美丽 而且 我是一个讲究内在的人 不是一个靠外在去吸引人的人 我的外貌不值一提 哈哈哈 第一次遇见一天 遮住你的脸 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 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 你的心有一道墙 说到这个 我看湿蓝每一次跳unit 都会旁边别人一朵花 真好看 我下次我也好搞一朵大红花 别着 他就很适合他每次我上他跳那个性感 他就旁边别一个花好漂亮 但是我们的公演没什么没有什么地方可以 发挥了只能说之后舞台 如果有那种适合的unit可以搞搞那种造型 发现你身穿 哈哈哈哈 小包是啊小包这个这一点我是佩服的 但主要是他有动力啊 他肯定会 因为他的粉丝很多 他肯定就是 要给我亲爱的粉丝展现自己就是最好的一面 对啊 他很有动力 但是大部分的人来说太累了 我的话我一般就很随性 我的粉丝当然是粉丝啦 只是我觉得他可能会 而且他也很擅长啦 他他他他对造型他也会会会 对他会去做这些 我我我就会很随意 我每次就想着就 跳完就完了 我就是觉得也拍不到太多 我就反正我就 我每次就会搞一个 我一般我就是直发 要么直发要么微全 不见四重 对我写的从前 我爱了一把誓言 来谈 皆是长安 有限的画面里卷 还好我觉得我们大家对造型也没有那么的上心 大家都是在努力讲MC 哈哈 是谁像孤雾 也 其次妙想的粉 哎 其实 比起任何发型 你把你的脸 保养好 比什么都强 你看很多前辈 他没有什么那么 浮夸的造型 全凭一张脸在那里 大放光 对吧 你想我们的这个小居前辈 就是一个很 普通不能再普通的黑肠植 但是当然了 每个人可能没办法像他那么的完美 但就是说 我个人来说我就喜欢自然一些 如果 如果就说实在很困难了 那我只能在其他地方 转起来 啊 如果这个外在实在无能为力 那我只能靠其他了 那我只能就在其他方面 不过还好 我不是一个 这点我想得通 走内的人 我走内 我走内 不要走外 不然我会焦虑 你看现在的女孩不容易这个容貌焦虑啊 我可不想 虽然我也焦虑 但是我不想让我那么的容貌焦虑 因为我觉得 没有丑女孩 只有懒女孩 就是真诚做自己 你就是最美的 可以 可以靠他吃饭 但不能太靠他吃饭 就是你不能完全靠这张脸吃饭 你也得靠靠其他的对吧 因为我是 就跟你投资一样 你不能只在一个项目上投资吧 你得每个项目都得云一点 这样才稳妥 老刘吗 老刘怎么哭了 而且 我觉得 我觉得 真的就每个人审美不一样了 男女审美不一样 就是说你觉得他好看 我觉得 有时候你觉得他不好看 我觉得 他很漂亮啊 就这样子 老刘了 对 我好像有听你们说 我就觉得老刘长得超可爱 我夸他呢 我说我一直觉得他长得很可爱 我觉得他长得很娘啊 他就是小花花 哎呀我私下也有被自己的这个不好看也难受 我就觉得啊我怎么这个样子也会啦正常 大家都有过这种时候啊 都会有过很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 但是 他虽然自己说自己不好 但应该还是有很多人夸他的 应该也不会那么难受吧 反正我觉得他挺漂亮的 我们对大家都很有自己的风格跟特点 审美不一样 你不能 就是 拿这里 就是有时候 审美就是 怎么说呢 你要放长远了 看 有时候可能这里人觉得你不好看 也许你在外面 那些人又觉得你好看了 对吧 这个问题你得想开 你得想开一点 不能只局限在这里 而且 我觉得真的就是 比起外在 真的你要有性格魅力嘛 对吧 这东西 对呀 这个蝴蝶结是手工制作呀 跟那些外面卖的不一样 手工的就是超开 所以你们家里人有丝带别丢掉 女孩子们你自己装饰起来 送给谁 谁想要谁拿去 免费 哈哈哈 张老比较扩起 谁想要谁拿去 但得给我点游费 我是那种的就是你拿拿过去了 你得再把我送回来 就是我这儿待一下 我也得去那里待一下 这里待了 我又得去那里待 因为我得赚钱 你们得得付邮费 就拿可以但是得要邮费 然后我这个 不是永久的 现实 好家伙你有一个手 还能搁你这分成要啊 下不下人 哈哈哈 眼睛拍着 就把这个丝带送你们了 哈哈哈哈 这个丝带也可以当当微博 哦 啊 这个可以当敏捷吗 看看 文心把它弄一下 我要给我寄一个蝴蝶结 而且要到负 要现金哦 要到负 哎呀 哎呀 有啥不行说的 说多了不就脱敏了 这玩意 我说了咋了 不管在哪我都是一条好汉 哇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 这个 这股 哇 beautiful 装好看 我要侧着戴 不像空姐吗 我不嫌了 不错 怎么就不如头上了 你不觉得头上是可爱 待在这里是比较淑女 不是淑女吗 谢谢 谢谢巧克力和奶茶 欢迎各位乘坐48航空的48号航班 各位寄紧安全带 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咯 请调直 调直 请调直你的靠椅座背 收起你的小桌板 请还在用手机的 请还在用手机的 调成 飞机 飞 调成 这叫啥模式 飞机模式 飞行模式 没有WiFi 这个记前面跟记后面完全是两种感觉 你不觉得 这里要一个小毯子 不行哦 先生 你不是我的 你不是我们航空的 白金会员 小毯子已经发完了 sorry 稍等一下 可以帮您升个舱 因为有优惠 可以给各位升个舱 但是您的用餐 还是普通的餐盒 因为我们 那个特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 头等舱的这个 盒饭 只有限量的 好的 会拿给各位 各位 不要 不要急 烧烟 不早 你要一个玩具 否则你要闹的 没关系 您闹呗 我们的 我们的 空烧会把您赶 会把您赶出飞机的 我们会有 安保人员 把你拉走 扰乱这个飞机的秩序 我们是有权 将您请下飞机的 好吧 不好意思哦 我们这里只有 每人一份啊 没有第二份 sorry 不好意思 可乐在道了 稍等稍等 不好意思 我们飞机 静止吸烟 您可以去厕所里抽 你可以去厕所里抽 只要您不 不害怕触碰 那个那个那个 亦然亦爆物品 您只要就是 命大 您可以去抽 天哪 空姐真的是 我觉得空姐就像教小孩一样 就跟哄孩子 我不行了 好搞 笑得我 我真的是 能够机长换个位置 怎么的 您开飞机吗 换了位置是您开吗 您有飞机证吗 您有机长证吗 我每次特别喜欢看那些空姐 哎 老感觉空姐就是比我们正常人高 高好多 又高又瘦 我想去外面吹吹风 各位要是事这么多 那麻烦您就别坐飞机了好吗 请您下机 有志离机 坐个飞机 事情那么多 去坐高铁 去徒步 爱去哪 去哪 因为都很有气质 您能开窗户 不好意思 我是空姐 我不是高姐 我不是铁姐 我不好意思 这不是我 可以给您解答的 高铁上的那些 怎么冲户呢 高姐 我傻了 冲户员 您要投诉 投诉无效 我有关系 投诉无效 我地位很高 竟敢投诉张老 还是飞机坐得少 铁姐 男生叫铁哥 高哥 铁哥 确实了 没有什么本事 就是家大业大 就是后门多 不要太羡慕 不要太羡慕 不好意思 我们岛上都是坐游轮 不开飞机 没有飞机品 我们那里的人都是游轮 有来有去 而且我们的岛上 上面什么都有 根本不需要去其他地方 对呀 因为人好看 所以蝴蝶结 都显得很漂亮了 我们岛上 没有 我们就是世外桃源的那一种了 我们的物资很丰富 想吃有超市 想K歌有KTV 想要男女嘉宾 我们这里也有很多 你们可以自主交友 想游泳也很好啊 随时倒旁边 你下去就可以 有游泳圈 救生衣 SOS三件套 保证不会让你滑走 我们岛上 我们岛上有 有嘎嘎 我们岛上有哥哥 有嘎嘎 自带游泳圈 哦呦 还是个高级用户 很好很好 你想钓鲨鱼 想的可真多 谢谢我们心儿的荧光荡 欢迎光临 对呀 我们这里就是 因为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给这种胖一点的用户 我们会升级的 因为就是为了您的身心健康 不让您觉得自己有例外 对 所以会特殊照顾 因为你胖的话 我们有大型游泳圈啊 对吧 有为您这种用户 量身健座的大型游泳圈 我们的物资很丰富了 大中小 超大 超超大都有 有超超小的也有 因为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 这是我们的文化 这是我们岛上的文化 祝您生日快乐 三层游泳圈 天哪 大家都这么谗言于我的蝴蝶结 你们也可以拥有啦 你们买蛋糕的时候 稍留心一下 人人都可以拥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我觉得带正面更漂亮一些 什么呀 一个小时才50条 那455条怎么办 两半 能怎么办呢 人生就是一个等待的过程 有啥办法 又没有魔法 我们的人生就是等等等 这个疫情 我们天天在家里也只能等等等 这时候听一下孙芮前辈的等等 好听啊 怎么收不到 这个酷狗没有 怎么回事 不可以哦 我们的蝴蝶结是限量的 除非你有钱 我可以帮您商量一下 好吧 原来是在网易云 啊 怎么要钱 怎么要三块钱 果然 前辈就是不一般 没钱都听不了 好吧 因为在下没有零钱 那我去B站 听现场版 哎 好贵 打开了MV 可以 你们想听歌不花钱 你们就去B站 B站 我这很收 真的很漂亮 我一直觉得三哥长得很有大女主的感觉 他的长得很适合去拍电影 漂亮 你知道吗 我最早知道三个就是我以前不了解三纳红但是我知道就是他我是看了他那个综艺有一个综艺他就是开餐厅他就是做饭在里面 就是觉得他好能干呀 而且他很搞笑 他他很幽默 我当时觉得哇他好有意思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他印象很深 后来进款之后发现哇 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很漂亮 对就是那个好像 但是我叫不出名的太久远了 我当时就觉得他很幽默很好玩 我以前虽然不看不了解的这里但是我经常能在其他的就是一些综艺啊外舞什么能了解到 以前还是蛮辽阔哈 用你们的话说辽阔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这个东北味就是更有反差一点会很招人喜欢 我觉得他性格很好 我懂很多 谁啊我想说 我就可以跟你说 但我觉得孙月还是黑头发好看 前辈 黑头发更美丽一点 更能体现他五官的精致 主要是以前环境也这个有很多机会和平台呀 对吧 天时地利人 我说 哈哈哈 自己想见成果整个路口 开了 不是谁都 是谁呢 是谁呢 我带都跑了是脑后 向前还有很多可能 的代道 选择 你身于长河 我哭着 其实我觉得各方面也都有关系吧 因为有的时候不管是粉丝也好 还是我觉得公司还是这个环境 你做一件事情 做久了都会有疲惫期 对吧 都会有疲惫期 而且这个环境一直在变化 大家都是第一次 开公司 第一次做偶像 我觉得都肯定是会有不妥的地方 心动的味道 听听甜歌 反正我觉得每个人能做好自己的话就够了 对吧 把自己做好 你才能说去奢望说越来越好 不管好不好吧 也不知道会不会好 但是当下要做起来 我觉得现在因为环境变化 所以人也得去调整 不能再用以前的那些思维去看待现在 人都往前走了 人都往前走了 对吧 不能老停留在远步 以前的这个关卡打过去了 现在是升级了 现在是新的关卡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成员做好是一方面对吧 这个也是需要也是需要去上面的人去思考的问题 我们能怎么能我们下午像我们粉丝能怎么的呢 对吧 你自己做好了这个这个其他的方面也得到位 以前的老师跟现在也不一样了呀 对吧 以前的管理的人跟现在的人肯定也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了 反正我也不想那么多 我只是希望我在这里可以可以交到一些这个跟诚的粉丝 爱我的人 我跟你们每天聊聊天开开心心的 就已经很很很好了 我觉得小偶像能在这里遇到能跟你就是合得来 然后能跟你一起走下去的粉丝 就是一件很少之又少的事情 太多的人就是在这里受够了伤害 然后离开 想想都难受 因为我觉得受到的伤害是很难弥补的 受到啥伤害了 那去问走了的人呀 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受到伤害 我现在还苟着 还在 这个还苟着 但哪天我这个 不行了 外面再见吧 再在意 我也不知道 但肯定是带来不开心 肯定是受到伤害了才会 离开 哎呀没有啥 这些东西你自己去面对这个脱敏了就好了 不敢想象那就别想象 想象 哎呀这东西不是啥坏事 我还是劝 我的粉丝大家 就是 不是啥 在哪里都与大家同在 知道吧 你这么想 在哪里都是与大家同在 现在的网络那么的发达 人生不止眼前的枸杞 悄无声息 这个东西 对有的 有些人是悄无声息的 哎那有啥用的 那已经悄无声息了 这玩意我觉得再去感慨 真的就是 多余的 怎么就口袋了 微博呀留言什么都会看得到的呀 我还好 我还好 哎呀不吓人 你看这说的说的 怎么那个啥呢 各位淡定 不不不 我很ok 你看我现在那么的happy 我ok的 我有朋友 还有这个一些吧 一些爱我的人 我没说走 我只是说这个现象 你哭我又看不见 雷哭啊 又看不见 确实这话题聊的 不能聊 聊的不吉利 聊的不吉利 妈呀我都聊到11点了 今天聊好久 哭了不会 前几天都哭过了 还哭呢 我是啥水龙头啊 我给你们科普一下 人一般在大哭过之后 他是需要回血 就跟那热水器一样 你热水放完了 你得让他回一段时间 你知道吗 给回了一段时间 他才能 有新的东西可以哭 我前面 我那天 已经哭过了 所以今天就不会了 我今天就是想 我都干 我就算 我今天其实 就是再怎么 但是因为那天哭了 干了 哭不出来 要隔平时可能讲这种 确实 一想到这些我就阴谋 我就可能会哭 但是我现在有点干 干了 你有一个杠不想谈 昨天跟叉叉视频了 他看我房间说 说我这个糟心什么的 然后他就问我怎么了 来安慰我 我说没啥 想你们 最近明天之后就回来 我觉得人 其实哭是一个正常的 一个发泄途径 因为你没有其他 可以发泄的了 哭它也没有什么的 哭了之后呢 你才能调整好 跟他俩连麦干啥 熟的不能再熟的 有没有看连麦 跟他俩连麦 嗯 脏乱差 能有多脏乱差 那又能怎么的呢 人都是会变的 以前的事 我觉得不是什么 只要你现在 不是那样子了 就够了 不能老回在以前 人都是在进步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 都有乱的时候吧 没有啥子 乱就乱呗 反正你这个 现在不乱就行了 调感 啊我知道 我有了解过 能怎么的呢 这就谁 谁人生 还没点坎了 我这 我也还蛮多 这种不好的事情呢 谁说完美的 谁还能就说完美 都是人 小偶像 也都是普通人 有的时候 都是大家给的 那个标签 行李箱 我没看2020 我看了 我没有印象 铺的满地 都是 那是不是 那不然呢 那可能是地方小吧 你们 你们是很 就是 是那种 很 房间很干净的人吗 是那种 很爱整理 很自律的人吗 我是那一种 我会乱 但我可能 受不了 特别的 就是 比如 就是吃的那些东西 可能不能放太久 因为到夏天 会容易生虫子 什么的 吐槽 他吐槽 他吐槽 他们不吐槽 因为他们就活不了 成天就以这个 吐槽别人为乐 因为他们自己 生活的不快乐 他们必须要去 抓住别人的弱点 去说 然后来 满足自己内心的空虚 你懂吗 因为他们 见不得别人好 他们看不到 那些美好的东西 只能就看到你 哇 被我逮到了 然后就带劫走 对吧 就见不得你好 就是要说你 就是因为 有这么多的人 所以 很多人就很 就是小偶像 就很那个 承受不了 可能 我觉得 我觉得 适当的 去提一件 或说你真的是 为了我好 我觉得是正常 但是如果说 就是那种 恶意的去攻击 一个人的话 那我觉得你真的 就是 还是太闲了吧 因为你任何的人 就哪怕你们 也是你们 就是肯定是 只有鼓励 才会越来越好 人只有在 一个充满爱的 氛围下 他才能成长得 越来越好 你天天都是那些 恶言恶语 去抨击你 谁都好不理不起来 你就是在 无形中的 在去伤害别人 你就在犯罪 如果哪天真的 因为这些人 他怎么了呢 就是在犯罪 出了事 然后又开始在那 哎呀呀 八八八 可惜呀 联系了什么之类的 这个小偶像走了 哎呀 早知道了 太多了 你越想让我怎样 我就越不 主要是 所以很多粉丝 他会有对比 他也希望你可以 赶快成长 好起来 对 但是我是觉得 多点包容吧 也不是谁一开始 就真的都很厉害的 你不可能去拿别人 已经这么多年的东西 来去跟现在一个 刚 刚那个怎么说呢 刚产出的 在这去对比 那肯定不得行 可以被粉丝左右了 只是要看这些粉丝是真的为你好还是在怎么 就是大家要互相的沟通嘛 包容 不要就是一味的去诋毁 这种其实就很伤人了 对吧 那小偶像觉得 都 觉得全部都是 不就是怎么说呢 自己的粉丝都在说自己 都不信任自己 那我在这里是 到底是为了谁 对吧 肯定好多人都会这样子 哎呦 反正 多看看那些爱你的人呗 如果没有的话 就自己给自己爱 自给自足 那么厉害 你来当小偶像吧 你也在这给我语化成蝶 十字卷 就给我跳 我看你能给我跳个什么花 嫌我们这个楼道东西摆得多了 好家伙 您给我一个大别墅 你看我给外面摆不摆 那不就是摆不下才摆外面吗 你们的男生宿舍 女生宿舍 大学的那些宿舍 我就不相信能有多整洁 对啊 我堆满了 怎么了 又没堆你家门口 我自己又不闲 我们自己又不闲 你又闲了 那云电源就是 那个 就云卧 就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吧 因为他要更新 就是要 更新了之后呢 他就跟握手一样 只不过是在网上看脸 对视频聊天 下次之后看还有没有再跟大家握吧 今天反正就是 握的这个 跟没握一样 太尴尬 哎呀 不要尴尬 还好 不尴尬 不要觉得尴尬 有时候你觉得很尴尬 其实我都没当回事 就是这个道理 自己开心 这个 这位姐不会 就是我觉得 不要介意小偶像会怎么看你了 就是你做什么 小偶像都很知足的 就是真的会很感谢的 只是可能 有的人不会表达 有的人是得到的太少 你知道吗 所以你给我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但那不是不喜欢 那小偶像肯定没有说 是会不喜欢自己粉丝的呀 只是说 有些人他不会 有些人他得到的太少 然后你来一个 他不知道该怎么对应 就这个东西 他失衡 所以只有双向才行吧 我反正 我一直以来 我也不太 怎么说呢 我状态之前我也不好 我也不太会去 讲态度 我也跟大家交流的很少 所以现在就慢慢的这个改变一下 你们没有握云握过吗 真假的没有云握过 那骗人吧 你们是不会还是没钱 你们是不会 还是因为真的生活困难 还是设恐 那如果想握可以去找会的人 带一带呀 所以你们都不会 天哪 心疼两秒 都没有这个搭粉丝 可以 都没有这种 你看那些 都没有这个 可以带带 新粉丝 没有老粉带带新粉丝 没事儿 那就慢慢熟吧 以后熟了就好了 说到底还是跟你们不熟 看来是跟你们不太熟 不过我是听说了 今天就很贵 反正我是觉得 人做一件事情呢 如果你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想去呢 你不会是可以学习的 因为我也是 我以前呢 可能就是因为 我有些东西我只会 但我就是不想 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心态不对 对 所以其实在自己这个 就是怎么说呢 既然你可以 那就去做 云温 你们自己去挖一下 就有啥感觉了 反正我是挖不到了 你们去挖别人吧 你们先去感受一下 有缘的话 有机会了 你们再来挖挖我 就知道了 一般这种都是挖多了 才会眼熟 挖少了确实会尴尬 因为第一次见面 其实我觉得云窝 确实没有 但是不知道 男朋友说 我是觉得肯定实体 挖会更好一点 因为万一网不好呀 或者这么的 要打个了 可以啊 现在那个 我好像 你这个ID挺熟 但好像还没见过 鸡蛋有机会给你见面 对啊 因为疫情啊 都是云窝 但是疫情的话 你当面其实 好像也不能握手 因为 疫情就是不可以 而且是戴口罩的 哎呀 我太久没握手了 我也 没啥感觉了 反正我印象中 我进团 就没有握过手 因为我一进来 因为我一进来就疫情了 所以就只是聊 不握手 然后之前有过拍手 所以一直都是在聊天 全挂嘛 对啊 我就是有印象嘛 我就是印象 但是他 嗯 没见过 感觉 四手又非手 现场你 感受吧 说不定有的 能握到 不好保证 有的可能 很热情 觉得没有啥 反正旁边有洗手液 你握完再削个毒 也是可以 看自己 看自己 哦 我想起你 你是不是还给我送过 奶茶 不舍得洗手 那万一握完 你得心惯了 你后悔吗 那我有一点印象了 但是没有跟你当面 聊过天了 我跟你说 我对我粉丝 我对你们的认知 或者知不知道你们 是我的粉丝 我只能从我手绘 来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你来握我 而跟你聊天 我才知道 你是我粉丝 还是或者怎么的 一般公演的话 虽然有喊名字 或者什么 但我都认不到 因为也 没有接触的途径 也不知道你是 是我的粉丝呀 还是 还是 说是别人呀 你的一个废话 好家伙 这么伟大 这么热爱 小偶像 公演离太远 对 一个是远 因为我这个人 我不喜欢看下面 就是说实话 我不是说 因为怎么样 是因为我有时候 我要专注 我在台上 然后还有一个 是因为早期 早期刚出道 公演紧张 然后呢 我会很在意 底下粉丝的表情 就是有一些粉丝 可能 我也不知道 出于什么原因吧 会让我 害怕 对 然后我会觉得 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或者怎么 对 所以我早期 我就 不太 不太看下面 而且我也不知道 谁是我的粉丝 所以我就不太看 我就比较专注 镜头前面 和台上 而且我有时候 集中注意力 想东西 对吧 就会晃神 公演看镜头啊 我一般都是 看镜头的 因为我有时候 瞄到下面 我也尴尬呀 我不知道你是谁 就是我的粉丝 我还知道 就是如果 你是我的粉丝 我就还会看到 但如果 但我大部分时间 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知道看哪 我一般都是 看镜头 也就打call的时候 喊我的时候 我能看一看 但是一般山上的 我实在看不清 就是认不出脸 咱俩也不好意思 脸皮薄 脸皮薄了 都是色恐人 对啊 因为 因为粉丝都很有个性啊 你万一你这一互动 人家又不开心 不愿意 那我这不害怕 现在我随便 现在我也不知道 都谁是谁 我就随便了 早期的话 就是会有那一种 你对吧 你礼貌微笑 看看他 人家又就白眼你 对吧 那我这不热脸 贴冷屁股 给我造成了 不小的伤害 现在不是 现在因为我不知道 都不认识 都不知道谁了 现在这个新的朋友 太多了 好多脸生的 你别说 反而还好一点 因为我也 都不知道谁是谁 我也没有那么的 心理负担 因为我是一个 很容易给自己 可能别人没怎么 我会无形的 给自己有压力的那种 以前不太自信 就总会多路 可能因为他个性 他觉得小偶像不配看我 反正我是瑞杰的粉丝 如果你是我的粉丝 那你就要 就如果有机会见面 你就给我谢谢 还让我认认你们 你这个粉丝吧 一拨又一拨 这个 实在很难认 明明 你是我的粉丝 怎么 我去犯他了 对吧 不知道 而且这个状态很难 你到底都是谁啊 都是 很难跟你去对应 我也想跟你对应 不知道你是谁啊 怎么跟你对应 生怕一不小心 对应到别人的 多尴尬呀 我现在我 所以我就是 有的时候 头疼 脖子时尚 是瑞杰的时尚 似死散 哈喽你好 不不不 不要这种 我要就是 一心一意的 我要一开始 就是我 不要这种 就是你这个 三心二意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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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你好 你好 你从叉叉 试过来看我了 好 期待有一天 在公演上听到你说 你从叉叉 试过来看我 也不是说 不要太浪 你可以浪 你浪你的 但是我的话 那就不要想我 冷漠或者怎么 因为肯定会 对我更好的人 那我肯定得优先 对我更好的人 对吧 这个道理 言简一概吧 也不是说 不要 要 但就是说 出了问题 不要怪我 这个东西真还 我也不好说了 感情这个事情 情感这个东西 很难去拿捏 当然我是很爱大家了 你们 我也很欢迎 我的粉丝去看别人了 因为就是交朋友嘛 你看 你就记得回来 也不要忘记我 就行了 都看看 也不要忘记 对 这有啥的吗 对吧 不过 就算你不是 我的粉丝 但你给我鼓励鼓励 支持支持 也很感谢你 你也可以去看别人 但别骂我 不要对比 不要这个说我 虽然我这个人 不怕别人骂我 还好吧 骂我还行 我这个人 因为骂我的也不读 因为都不骂 我倒是希望大家提提意见 但是 还行 我不怕别人说 因为我都能给你堆回去 那当面肯定不会骂我 我的粉丝肯定不会骂我了 那我就说 黑粉呀 或者不好的人 他肯定会碎言碎语 我说这种东西 如果说让我知道 或者你 你这个 这个 就是 那个什么 我面上了 那我 重力回击 你们肯定是好好的 现在外面浪够了 那这段你们 那这段去外面浪浪的这个日子 谁来弥补我 不不不 有一种人 他越爱你 他就越要骂你 有一种爱 爱到深处 他就黑你了 知道吧 因为他太爱你了 他需要你给他反馈 对吧 因为他太爱你 他就有条件的去爱你 然后他跟预期的不一样 他就开始 恨你 我那么爱你 你为什么 对我 才那么一点 有这种人 有这种人的 我能理解 但是我觉得 这不是一个健康的 爱一个人 喜欢一个人的方式 你们说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 都只有健康的关系 大家才能都变得很好 对吧 那就像如果我很爱你们 我太爱你们了 然后呢 我就限制你们 不行 不可以去看别人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对你们 你得刚刚好 你不能多也不能少 但很多人意识不到啊 因为人都是有欲望的 他不满足 他要了 他还想要 他不仅还想要 他还要对比 但我是觉得 正常的 你爱一个人 你得让他知道 他知道的 自然会有反馈的 有时候 你就自己在那 默默喜欢 人家当事人 根本都不知道 你还自我感动 你自我感动了 然后你还 还挑刺 我对你那么好 你为什么 对我 你让我知道了 而且 健康的喜欢一个人 不应该有那么多的 附加条件吧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偶像跟粉丝 也是一种 怎么说呢 互相促进 就是 共同成长的一种 健康的关系 对吧 也不是教育啊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这些想法 因为我从来 我不太跟粉丝 我跟你聊中 我很少嘛 而且我最近状态 其实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让我 跟你们聊聊天 我也是试着 放下了自己 因为我是 我以前我就很有 戒备心 知道吧 因为他有戒备心 各种因素吧 我就可能 就是说去相信别人 或者跟一部分人 去讲我的心里话 什么的 但是我内心是知道的呀 因为你只有 就你粉丝 跟偶像也好 我跟你们 我们都是 大家相处舒服 你才会想要说 去做更多嘛 为对方好的事情 我们双方都不喜欢对方 那根本就没有动力 去为对方去做什么 一天就怨这个 怨那个 我觉得我以前 其实也没有 就是 给大家 说过这么多吧 其实我知道舒服的状态 就是什么样子 但是以前我就自己太难受了 我根本提不起那个劲儿去做这些改变 也不是没看开吧 因为 受到我要打嗝了 以前就是说白了 我不信任 因为受到过一些 我自认为的一些 伤害也好 或者 就是 就那些不好的东西吧 会让人就是内心会有隔阂的 对吧 就可能会有一些 对我很好的粉丝 我都会觉得 啊 你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不好的人 会这样子 就自己在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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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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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其实也只有打开自己了 粉丝也才会走向你们 这个东西 因为 因为 因为这里 说白了 就是我觉得 受到的爱 就是没有 就是 就是受到的敌意会多一点 就是受到的一些忽视也好 就是会比你受到的爱要多 所以呢 你就会觉得 都是一些不好的人 对 但其实不是啦 其实有一部分是喜欢你的人 但是就因为太少了 所以你就会没有安全感 对吧 如果就是说 你受到的爱很多 然后你很确定 这些都是 嗯 跟着你一起的人 然后呢 哪怕有那些不好的 你也可以 去扛过去 所以我觉得前辈能做的好 其实也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爱 你知道吧 后背 有时候很难过去 是因为他的这个粉丝量 或者 就是 他失衡 你知道吗 他没办法去辨别 因为他本来也会否定自己 然后鼓励他的人也少 他就会慢慢想啊 是不是就真的说我不好 什么 但其实也不是 所以就说很难呢 这个心态这方面 真的很难调节 所以要专注自己 勇敢的去相信 我之前就是一个很胆小的人 对呀 没办法表现情绪 有时候你可能是出于善意 然后 然后呢 再加上小偶像 他本来不自信 或者他最近怎么了 他就会觉得 啊 你是不在数落我 或者怎么办 就会被曲解 会有遗憾 遗憾到 还好吧 我没有做过什么 让我后悔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 都是经历吧 就是该经历呀 对吧 可能就是我 我就是只有经历了 我才能分别 就是才能辨别嘛 对吧 你只有把好的不好的 都经历了 你才可以去辨别 哦 到底是什么样的 你也就是才能去 看清自己 我觉得我一直以来 就是老是在跟自己较劲儿 很多人说的 那 那只要你能控制住自己 不看呀 你说 有的时候 真的 你只要控制住自己 你说 有时候骂你的人 那么多 你也看不过来 其实 骂你的人多 骂你的人多 自然也有爱你的人 是这样子的 你看那些 被骂的多的 爱他的人也不少 他是有比例的 我觉得 对呀 是真谛 哎呀 而且叶总肯定 他又不那 他又不在意这些 人家自己生活挺好的 好好工作 好 人家有格局大 岂会因为这些 闲言碎语 说几句呢 你就说吧 你说你能改变我什么吗 你改变不了我 你说我能让你怎么 能变有钱吗 也不吧 也未必 就是满足自己内心的空虚 这是人的本性 哪也不是被骂粉丝才会多 你得看什么事情吧 这个 这是一种现象 但是你不能因为 为了粉丝多 而让自己去被骂 这就本末倒置了 我觉得 谁都不想被骂 但是我觉得在被骂 但是被骂的那些人 人家也在能勇敢做自己 我觉得没有啥 而且也有护他的人 最难受的是可能 都是来骂你的 然后你可能 看不到那些 就是骂你的人 如果真的很多 然后多到让你看不到 爱你的人 然后你自己又救不了自己 那就难受 那就离开了 对啊 所以这些受不了的 漂亮女孩 离开了 过不去心里的一关 还太善良了呀 因为太善良了 受不了这里的 走了呗 但出去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 后面有更感大的抱负 做啥都是有这样 你在外面工作也有呢 也是有很多人 职场也有很多那些 纠纷啊 什么之类的 说白了 还是现在的人都善良 都都焦虑 都缺爱 缺爱 你们缺爱吗 你们缺安全法吗 缺钱 那还好啦 只要你有足够的爱 你就可以有能力再去赚钱 如果你没有爱的话 钱也很难挣 那你们挺幸福的 不太缺的人还挺幸福的 我觉得河里很多的人都蛮缺爱的 不是小偶像吗 粉丝也是 这就是 也蛮多缺安全感的人 但是怎么说呢 我也得有 才能给大家爱 对吧 如果我是一个 有很多能量的人 肯定愿意给大家 但有些小偶像 他真的 他受到的爱太少了 他没办法去 再铲除了 对啊 空姐是我的副业 哎 张瑞杰啊 张瑞杰 张瑞杰 一个听着就很聪明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我爷爷给我取的 我百度了一下张瑞杰的意思 就是 杰好像是有美好的意思 瑞呢 是睿智聪明 可能我爷爷希望我是一个又聪明又美好 有美好的女孩 可是我这个聪明让他稍微 都没有那么聪明了 不紧呀 因为我的 我就是按照我的脖子去的 你看还可以拉开呢 只是看着紧 其实他不紧 你们都是善良的人吧 你们都是好人吧 有谁觉得自己是坏人 我怎么会为了美而让自己难受 我当然不是那种肤浅的人了 我肯定是要在自己舒适的同时 然后且也保持美丽的人 我聪明哥 好人中的坏人 那就是一个有个性的好人 这个坏也很难去定义哦 咱也不知道这个坏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我今天的眉毛画得很不错 我画了一个新的眉笔 但好像还是一高一低 我长得好奇怪 我长得不对称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你太好了 你好到太小众了 没有办法有跟你一样好的人匹配到你 谢谢你们的夸起 有时候是这样子的 有时候 没有匹配 匹配到 你看吗 有些东西很好 但它不大重 有些我喜欢的东西都很小众 但你喜欢的可能就不是大部分人喜欢的 对吧 就是这个 每个人这个取向不太一样 不是 审美不太一样 你不太爱说话 没什么的 按照自己舒服的节奏来 我也是啊 我也是一个很不太爱说话的人了 各种各样的原因 但是没什么 慢慢来 也不能说为了是说 也不是说爱说话的人 他就好 对吧 有时候人说多了 他反而也不好 找一个自己舒服的节奏 我是说了很多 但其实我就是一个很能说的人 压抑了我的天心 因为我今天 我也不知道 今天就是很想说 今天这个 就是很想说 可能我放过了我自己 我放过了我自己 因为我爱我自己 因为我爱我自己 所以也要去爱大金 因为我爱你啊 因为跟你们 因为来了很多新朋友 跟大家也不谈 聊天聊的也很少 哎 你说你看人还是要说话 才可以沟通了解 真的 你看看那些 如果不会表达 不太会说的人 真的好难受呀 都没办法走向彼此 嗯 你们老说人家 这节熊是呆滞 我觉得是因为 亲亲他 因为太 一般人给不了他 这个 就是他太太太 我又是跟言庆 我也是他口里的呆子 言庆这个太 就是怎么说呢 已经很高级了 我们这种普通人 怎么可能一下就进化的 像他那么高呢 对吧 我不是太要了 是因为他 他挺会 丹庆庆这个小劲儿拿捏的 亲亲这个小女孩这个劲儿拿捏的 你别看他们俩 他们挺好的 我觉得 我也感觉 我之前有刷到过 志洁兄的那个 抖音 还是说话 蛮高笑的 有种憨憨的感觉 他是我前辈吧 我是不是不该这么说起来 哈哈 在那推拉 那是他们俩相处的模式 哎呀 就有啥的 推拉 太正常的一种 方式了 有些人他就喜欢推拉 我不行 我这不行 我这一推就得推沟里 我就喜欢只给 我就是得yes 就是yes no就是no 我说不了中间这个过程 太磨人了 我拿了 我跟 我跟 嗯 我跟 我跟 他没有吧 我哪里 我都很直接的 哈哈 他慢慢接受一切的意外 他慢慢放弃意外 他慢慢放弃意外 他慢慢随着重来 爱再重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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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跟我有点像 因为他 我之前有跟他聊过 因为 你听 因为他之前出道不就是 疫情然后在直播里嘛 我觉得他也是个很缺爱的人 其实我觉得他也没有完全的 打开自己 就信任粉丝 我 因为 我是这样子 我之前我确实是有一点 因为我觉得他也蛮不善言辞的 我不太了解了 但是我个人感觉 他其实 他也是一个很直接 虽然他说我不善言辞 但是 但是我觉得他 他个 我觉得他如果收获到很多的爱的话 肯定也会越来越好 什么呀 自己先吃 别等我 你在跟我说吗 哎呀 怎么能说是爱呢 就是 还是那句话感同身受了 因为我也是这样子的呀 对吧 他遭受过的这些我也有过 就是 工作的这种 低谷期 对吧 都有过嘛 那这个 那我也就知道了 但是我自己现在也做得不好 我也只是说 就是 浅浅的就这么 理解一下 因为都是双向的 就是 没有 慢慢来吧 我自己也在摸索呢 等我摸索好了 我再再再说 但我个人觉得 大部分人是这样子的 有很多很文静的人嘛 因为跟大家就沟通不了 大家也不知道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就会曲解你 一定拿下 拿下什么 那我拿下 疫情挺好的 疫情改变人 疫情能让人这个思考 疫情能让人 生活 我跟他也聊呀 但是那个时候的我 跟现在不一样 我那个状态跟今天这个状态不太一样 我不知道我现在是个什么状态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很舒服 在北京的时候 我跟他因为我们很忙嘛 我们每天都 就是我们约了拍东西 然后去玩啊 而且他还有排练 所以就很 就很少有单独两个人的时间 这老是四个人一起 要么就是这个五个人 唯一单独相处 就是晚上睡觉 那都睡着了也没聊啥 我俩好像就在出租车里 有聊了一些 不用聊我都很了解他 互联网这么发达 我去搜搜他 我就了解他了 跟我太像了 他比我 直接 比我行动力强 比我更努力一点 比我更漂亮一点 比我更性感一点 哎呀没啥 我俩微信也聊天呢 他也我觉得他也不太 他也是那种不太在房间说话的人呀 我也是 他喜欢唱歌 对我那样之前我问他 我说你 你那个 因为我就一天去北京嘛 我不直播 他一直在唱歌 我说你就天天是唱歌 他说对他说 因为他都很喜欢听他唱歌 然后他就经常唱歌 我觉得都一样吧 大家有时候可能也不知道说什么 就可能 嗯只能做一些自己擅长的 啊搬去了没有 他那几天在排练吧 只是晚回来了 我睡着了 后来我也不知道再没在 我唱歌 还行 我这个我倒不承认 我唱的不好 还行吧 还凑合吧 不难听 哎 我觉得在这里很神奇 唱歌也好 跳舞也好 都不急 就是 打开自己 做自己 但我比起唱歌跳舞 就喜欢聊天 喜欢像这个样子 这个聊天 你们明天干啥呢 明天周末 嗯 对呀 要多聊天才能更加的 更了解 嗯 明天去做个核酸 我在按摩 我的嘴巴很容易干 因为我很轻松 所以你们也很轻松 知道吧 是这样子的 小偶像是什么样子 你们可能感受到的 也就是啥样子 所以 得放过自己 给打开自己 我明天 做完核酸 跳跳舞吧 去念念舞 我觉得我要多多 多跳跳 多拍拍撕皮 隔离最后一天的吃吗 庆祝一下 最后一天多吃两份 走了都吃不到了 最近有公演 但四月份 四月份好像是 我悄悄说 四月份就是 每一个队 可能都会有一场特殊公演 对 但这个特殊呢 就是半场特殊 然后半场是最佳拍档 但是又很阴谋 因为我们对人太多了 但是还在商量中 因为我们对人多 所以只能16个人 所以我也不一定 能不能跳unit 但是呢 现在还没有定下 对啊 但是比起这个 我更加 我更加担心 我不知道我最佳拍档 分在啥时候 所以其实 想先搞搞 最佳拍档的舞 那个 但是我们对 很有可能是清明节 我上次 我念在那吐槽 我说清明节公演 结果 好家伙 也不知道 会不会放我们对 反正见面很少啦 见不到 也就是这个直播 跟你们见 再下一次 估计就最佳拍档吧 老最佳拍档 也见不到 都是云公演 活年马月吧 不知道啥时候 不知道啥时候 能这个现场 有缘再见 就每天这个直播 就在这闹 挺好的 距离产生美 也不能老见 大家 这个剧场 见多了 也不行 有点距离好玩 清明吧 也没有咋了 就是 清明节 这三个字 有一种严肃感 就是觉得 那一天 我不能很完全的 做我自己 看你自己 你明天说了吧 是小四前辈 记得谁提过 是小四前辈的生日 就是在清明节 是在你身上存在 是不是 都会过得 想想想想 哎呀 喝得我想上厕所 不能太久 跟你们聊到十二点 凑个整 就散会吧 今天 今天输出太多了 我现在已经 感受不到 我是在说话 还是我在干啥 我现在有一点萎靡 其实我还可以说 但是我觉得 没必要 还是可以 我聊了这个欲望 但是没必要 太晚了 想上厕所了 也有一点 希望明天呢 我可以比今天 瘦一圈 希望我每一天 都可以更瘦一圈 别的事情 嗯 最后再慢慢锁 反正每天都是发生的都不一样 我相信 anjoy 爱 我要的爱 一直在 你身上 现在 这个眼镜我戴起来真的很漂亮 很beautiful 我下一次直播 不化妆我就戴个这 很完美 好家伙 好时尚啊 在哪里呢 我在 我在瘦脸 这没办法有那种 你戴图上也蛮酷的 镜像啊你们现在看我是镜像的吗 哎呀我念 我念看 我不是传了B站 我给世兰的生日 那个视频 然后看到一个评论 说我为什么不买一个蛋糕 就是 就是在北京 就是 送到他旁边 我心想对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 我为什么给自己买 你说千语文 小燕他们在北京 我完全可以 哦还有唐晨威 我完全可以让他们 对吧帮我 把那个蛋糕给他 但我竟然完全没有想到 我看到那条评论 我误了 我觉得我还是太想自己了 因为我当时就想的是 给他买一个蛋糕 替他吹蜡烛 还能自己吃 还能自己拍照 完全没有想说让他吃 但是 我给他发了红包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对吧 因为我觉得他身边 肯定会有人给他 对吧 而且我觉得送蛋糕 这种这个 吃了就没了 你还不实际点的东西 我批的很小吗 不是呀 那是因为我那张自拍 我的脸很大 那把它放哪呢 因为他的脸小 哎呀 我俩其实拍了很多那个照片 但是照片 还没有发过来 就是那一边 知道吧 而且之前发了好多合照了 我就想说留着之后吧 我批那个照片是有审美的 你不觉得 我要的是整体的那个氛围感 飞黄冠 对啊 黄冠还行啦 我本来 哎 我要是有能力 我就飞发电了 可惜了 我当时有想过 后来 我不知道发电多钱 我算了一下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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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都还有一点 贫穷 就 只能想一想 这种酷酷的行为 就在脑海里 两千属实是有点多了 我也怕给他压力了 怕给他太多的压力 算了 万一这个下次我过程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回馈我的 笑死了 我这个人 真的我就 就我身边有朋友 我就喜欢 给他买东西 有一种成就感 你们有那种 我就送别人礼物 你会 很欣慰 就觉得 哦 哈哈 就你帮到别人 或者照顾到别人 你就会有一种 很开心的感觉 哎 我不负啦 我其实 我不负 我挺喜欢交朋友 当然肯定得交跟自己合得来的朋友 我的爱 不管怎么样吧 我只希望我身边的朋友 大家都 都好起来吧 就最不说好到什么高度 就是 能 有一个舒服正常的节奏吧 可以个良好一点的环境 公认 我们恩对谁穷 我们恩对都穷 这你说富吧 多少是富呢 穷的时候也都挺穷的 虽然感觉很有钱 但有的时候 要用 就是没有 他们只是看到了我的表象 没有看到我的这个 是因为我是一个 不管有钱还是没钱 我不喜欢去 表达 或者说 怎么怎么之类的 所以他们就觉得 可能我无所谓 但其实没有 我自己心里也会 所以有时候比如说钱花多了 我也会 或者我公司少了 我自己心里也会觉得 啊少 但是我又觉得 这个东西你节制 我是那种 就是你有钱 那你就 嗯 换一点花 你没钱 你就少点花 对 我是这种 所以我 我不会就 就会觉得 啊 钱不够了 快点爸爸 怎么样 对 对 对 自行车去嗨 该神圣该花花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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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期的好评 又闷了 拜拜 我挂了哈